附家高端大气的书房外铺着厚厚的地毯 才在上面发不出一点声音 如果不是回家拿东西 宋维一绝对不知道父子宁母你在书房里偷偷商量着算计她 他们的谈话间听到自己的名字 宋维一脚步一顿 好奇他们会说什么 上次盛家的老爷子看到你了 你个死丫头 干嘛在他面前晃 知不知道昨天他就通过你爸要你的信息了 父子宁提起盛家的老爷子时声音一惊一乍的 他旁边的傅琪山吓得花容失色 妈 圣老头要干嘛 那个老色狼竟然想娶你 我呸 也不撒泼尿照照他那熊样 我如花似玉的女儿怎么能被他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家伙糟蹈塌 提起这茬 父子宁旧气得咬牙切齿 脸色铁青 什么 他竟然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个色老头 去死吧 傅琪山的咒骂声不绝于耳 七十岁的老头儿娶傅琪山 孙维一在门外笑了 这绝对是天方夜谭 作为母亲的父子宁第一个不会答应 但一个老头子 不敢随随便便提出要娶一个喵琳少女吧 除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孙维一秉着呼吸 听到书房里父子宁母你继续说话 好了 你别激动 我已经推了 若不是看在这个圣老头才大气促的份上 我当下就一巴掌甩过去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父子宁声音略为憋屈 孙维一暗想 停日里端庄大气的父子宁 竟然差点破功了 这个圣老头功不可没啊 但很快 他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从父子宁的口中说出 财大气促这个词来 说明这个圣老头最起码 比富家要有钱的 试想 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受得了悲剧绝嘛 尽管他已经一把年纪了 很快 孙维一就知道答案了 圣老头自然没这么好忽悠 若不是咱们还有一个人选 估计咱们家就要倒霉了 妈你是说 富奇山眨了眨眼镜 谋底闪过一丝兴奋 你爸爸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 父子宁轻蔑地笑了 隔着门 孙维一也可想象里面 父子宁的表情 一定是得意又开怀的吧 所以为富奇山推脱的老头子 嫁给一个足以当他爷爷的男人 这事沦落到他的身上 孙维一当即欺诈了 想破门而入 问他们凭什么这样做 但富奇山的声音 让孙维一冷静了下来 可是 孙维一会答应吗 妈 他若是知道 要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怎么办 父子宁笑了 傻孩子 你能想到的 你以为我不能想到吗 不过这不是什么问题 先让他们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看孙维一嫁不嫁 生米煮成熟饭 富奇山不解地重复了一句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今晚就跟圣老头见面 到时候给你那个妹妹 杯子里加点东西 她还不是乖乖被圣老头带走 这一晚上会发生什么 还不是由圣老头说了算 闻言 孙维一差点喊出声来 早上傅子宁温温柔柔地给他打了个电话 让他晚上打扮一下 一家人去外面的餐厅吃饭 当时宋维一没有多想 虽然惊讶于傅子宁的举动 却也以为真的只是吃饭 没想到傅子宁竟然打了这样的算盘 如果他傻傻地去了 绝对会如傅子宁所说 成为那个成老头的盘中餐 这是一定要成功 那圣老头也看上宋维一了 许诺世青一旦成功 给咱们家一千万的礼金 至此 傅子宁的一切用心都真相大白 原来 是为了拿他去卖钱 几分钟后 傅子宁母女从书房出来 外面静悄悄地空无一人 费南咖啡厅 音乐声悠扬地响起 午后的日光由玻璃窗外投射而入 地上一片金黄 郁郁清清的盆栽让人眼前一亮 进入咖啡厅里 宋维一已经彻底冷静了下来 他穿着白色的连衣短裙 露出修长白细的眉腿 颇跟凉鞋高度时钟 裙子上的流苏随着他走路轻轻摇晃 啥是好看 宋维一的眼睛认真的在咖啡厅里看了又看 午后的咖啡厅里 灵灵散散地坐着几个人 一对情侣 还有几个是女孩 靠窗的位置 一个年轻男子背对着他 就是他了 宋维一的目标锁定的对方 扣扣扣敲击桌子的声音 让裴一白抬起头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映入眼帘 有时 低沉的声音让宋维一忍不住多看了男人几眼 那双漆黑的毛子明明是仰视他的 却有种位置颠倒的披腻姿态 在这样的目光下 宋维一忍不住停止几倍 收复 以提高自己的底气 请问你结婚了吗 他大声地问 嗯 裴一白以为自己听错了 宋维一的大眼镜眨了眨 毫不畏惧地继续盯着他看 这个男人戴着一副金矿眼镜 看起来丝丝纹纹纹的 他觉得颇有好感 所以你的答案呢 裴一白深邃的目光闪过一丝诧异 这是什么问题 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竟然这么问自己 没有 他想看看 这个女孩在玩什么把戏 而已经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的他 需要一些东西转移一下注意力 那有女朋友吗 没有 宋维一文言 窃喜不已 没有结婚 也没有女朋友 简直是上天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绝品 那你不会有男朋友吧 他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对面的男人因为这句话 顿时黑了脸 这是什么该死的问题 没有 两个字 被硬生生从牙缝里挤出来 哪个正常的男人听到这句话会高兴的 宋维一的眼镜更亮了 长长的睫毛随着他的动作扑闪扑闪的 瞳孔里倒映出裴一白清晰明亮的身影 他拉开裴一白对面的椅子坐下 如小学生一般将手放在桌面上 齐齐整整放好 那你娶我吧 扑 饶是裴一白 脸色也微微变了 我处以绝佳 腹白貌美又有大长腿 会撒娇能暖床 语气顿了一下 翘脸浮上一抹红 宋维一又鼓起勇气 用无辜的眼神看着裴一白 而且还会生猴子 这么好的女孩 错过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你考虑考虑我吧 两人足足沉默地对视了一分钟 在宋维一切而不舍地坚持下 裴一白的嘴角微微上扬 口说无凭 我哪知道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裴一白健美微扬 金矿眼镜挡住了他别有深意的目光 原本抱着看戏的目光 此刻多了认真 今天还真是充满惊喜的一天 他突然对接下来的事情 颇为期待 宋维一直接站起来 就在他的面前 将自己傲人的曲线展露无遗 流苏持续晃动 洁白银润的皮肤外加交好出色的面容 让旁边情侣中的男孩都忍不住看了过来 而目光竟然直直落在宋维一的胸口 尽管他的裙子领口并不低 初一以后展示 至于其他 你可以现场检查 宋维一的眼中只有裴一白 自然不知道旁边的男人在寄予他的美色 对于那道放肆的目光 裴一白仰起的嘴角顷刻坚沉了下去 竟然感激于他 他扭头 棱眼扫去 毛子里带着压迫的气息 对方善善一笑 忙低头装作什么都没做的样子 男人之间的战火没有波及到宋维一 他还在为说服裴一白而绞尽脑汁 我发誓我是原装的女人 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 生猴子是妥妥的功能啊 如果你打算要做丁克家族的话 那我也可以答应的 宋维一举着右手 小丫头唧唧喳喳的声音 让裴一白觉得有点吵 他将右手边上剩下的几口咖啡喝完 从皮夹里掏出两张百元大钞放在桌子上 直接拿着电脑起身 这反应出乎宋维一的意料 你同意或者拒绝 好歹坑一声吧 往前走了两步的男人 发觉女人没有跟上 扭头淡淡扫视他 不是说结婚 还傻愣着干嘛 宋维一长大嘴巴 表情充满不可思议 所以你是答应了 他的声音结结巴巴 表情震惊不已 裴一白不打反问 带了证件了吗 快点跟上 否则民政局就要下班了 所以他没有听错 也没有理解错误 这个男人真的是愿意跟自己结婚 宋维一表情激动 小跑了跟上 小媳妇般跟在他的背后 只觉得这话儿看对方 是怎么看怎么都顺眼的 这长相 斯文老师肯定错不了 这一米八几的身高的 将简单的白衬衫 穿出了性感的味道 还有这宽肩 这窄药 这大写的行走行衣架子啊 他摸着自己的包包 户口本和身份证 早就被揣得热乎乎 就等着他一声令下了 咖啡厅外 赔一白拦了一辆出租 上车前 他动作突然一顿 直勾勾地看着宋维一 我没有车 只有一间小小的单人公寓 还有二十万的房贷没还 不能给你买钻石项链 你还确定跟我结婚 我后悔嘛 车门半开 他斜斜以着出租 画面太美 宋维一光顾着看脸了 这神走的 赔一白生气了 听到我说话没有 未来的老公大人生气了 宋维一猛然浑身 以绝对恭敬的姿态点头 听到了 我愿意 我真的愿意 没有车没关系 我们一起奋斗 未来一定可以过上 要什么有什么的生活 就要出来实习的宋维一 是个斗志满满的女孩 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 虽然因为父子您的关系 事情有了点偏差 却不影响他对未来的憧憬 赔一白文言 表情威正 陆继早已消失不见 脸上反而多了暖衣和高看 还傻愣着做什么 上车吧 他挪开步子 让孙维一先上 这个举动 让孙维一无比受用 他的未来老公是个有绅士风度 并且尊重女性的好男人呢 民政局人不多 连等候都不需要 孙维一和裴一白就轮到了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他们填写了资料表 又去拍了证件照 咔嚓一下快门声响 将镜头下新任夫妻定格 孙维一微微笑着 露出两家俏皮的酒窝 而旁边的裴一白却严肃了许多 嗯很好看 看过照片后 孙维一表示很满意 简直就是狼才女貌嘛 她忍不住想 拍完照的裴一白 又将金矿眼镜挂回鼻梁上 你不戴眼镜更好看 裴一白扭头 似笑非笑地勾了勾唇 我知道尽管如此 却执着地任由眼镜悬在鼻梁上 应该是近视吧 孙维一单纯地笑 否则 谁会没事戴个眼镜啊 回到办事处 他们交了资料 工作人员很快审核好了 没多久 手里多了两本热乎乎的结婚证 红色的 封皮上结婚证三个字金光闪闪 孙维一感慨自己在这一瞬间 从少女变成了妇女 她将一本递给裴一白 另一本自己揣着 翻开 原来你叫裴一白啊 抬头 看着她 裴一白敏唇 小糊涂地点了点头 你好 我叫孙维一 小姑娘伸出手 放在她面前 被裴一白注视了许久 接下来 是不是该说合作愉快了 没有等来她的回窝 让宋维一颇为尴尬 但宋姑娘是能屈能伸的人 怎么会因为这点小尴尬就泄气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该好好庆祝对不对 孙维一表情严肃 肯定要的 要一起吃个大餐 增进一下感情 也顺便见见我的父母 当然 我也会见你父母的 时间由你安排 这是为了晚上的事情 给裴一白一个提醒 具体 孙维一是不会说的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裴一白依就是表情淡淡地点了点头 脸上并没有多少喜气 那你就是同意了 我们先留一个彼此的联系方式 到时候我给你电话 孙维一掏出手机 录入她的电话 孙维一备注的是三个字陪一白 至于她怎么备注的 孙维一没注意 做完这一切 就在她打算走的时候 被人扯了扯衣袖 低声跟她说了两个字 洗糖 孙维一两手空空 冲着对方抱歉一笑 对不起啊 来得匆忙 忘了买 下次补上 看着那对夫妻离去的身影 你还欲哭无泪 不是她跟他们要洗糖 而是给工作人员发洗糖 是这里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了啊 没看到刚才办事的工作人员 脸色有点黑毛 肯定是因为没吃到洗糖 经过一间小超市 孙维一难得任性 从兜里掏出20块 买了一袋巧克力 你尝尝 这个牌子的巧克力很好吃的 她举着手 凑到裴一白的嘴巴前 眼底充满期待 裴一白忍不住打量面前的女孩子 瓷白的皮肤 连钉点耳毛孔都看不到 连基本的妆容都没有化 可见底子好极 那双水汪汪的眼镜看着自己 仿佛注入一层温泉 闪着蓝色的荧光 被闪婚 还是一个连名字 都是看过结婚证才知道的女孩子 本不是什么有趣的经历 可此刻她竟然并不排斥 她的手落在孙维一的头发上 没有烫染的头发披在双肩 让孙维一更加清新动人 我不吃糖 你吃吧 声音多了一丝不经意的温柔 脑袋上柔柔的触感 仿佛小时候爸爸摸头的动作 温柔似水 而她的语调 更是加了一丝丑腻 宋维一突然就呆了 吃了 近在咫尺的俊脸 让她寸步难行 左胸那刻22年 没有异常跳动的心脏 突然多了别样的激动 她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为面前的男人 直到巧克力经由她的手 塞入自己口中 漫无边际的田 将她层层包围 她的手机钉钉响起 宋维一才回过神 裴一白接了电话 嗯 我在民政局 你过来这边吧 应该是有事要忙了 已经下午四点半 离约好的七点钟 只有两个半小时了 宋维一不禁有些担心 裴一白能不能去 裴一白站在马路口 给她拦了一辆出租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你先回去 宋维一呆呆萌萌地坐上了车 在车子即将离开的时候 降下车窗 那晚上你还能来吗 她的答案是点头 在拿手机的耳边比了个动作 宋维一明白这个动作的含义 是让她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王萌开的是一辆低调的黑色奔驰 停车的时候 刚巧看到裴一白跟宋维一说话的画面 亲自下车 态度毕恭毕敬地给裴一白打开车门 裴走 怎么到民政局来了 刚才那位是贺小姐 除开是上司与下属之外 他们也是朋友 所以这样的话题并不越界 贺小姐 那位跟他前后见了三次面 到现在还记不住他脸的贺小姐 不是 裴一白勾了勾唇 比贺小姐可有趣多了 那是 王萌好奇地问 在民政局 让人瑕疵啊 你很快就知道了 难得的 裴一白卖起了关子 下午六点 宋维一又接到了父子您的电话 唯一今天我们要去比较正规的地方吃饭 所以一定要穿得正式一点 知道了吗 穿得正式 自然要配上得体的妆容 这句话彼此心照不宣 阿姨 我知道的 宋维一痛快地回答 她一定会如父子您的意 好好的盛装打扮 高调出场 对方搬出一个这么恰当的理由 若是她不知情的话 只会傻傻地入了父子您的圈套 而现在 她多了一本结婚证 身后多了一个男人 孙维一觉得安全感顿时多了 她又拿起手机 这一次是给裴一白发信息 将地址和包厢号均发给她 不要买任何见面礼了 我父母不喜欢那一套 你也别浪费钱 结尾处 孙维一特地提醒 嗯 裴一白很快毁了她 屏幕上只有一个字 却莫名地让孙维一底气大增 之后 她便出发了 傅家和圣老吃饭的地方安排在天宫 是A市很出名的中餐馆 里面的装扮富含古典气息 所以在这里看到古典打扮 或者穿着一点都不奇怪 孙维一今晚穿得依然是裙子 外面多了一件短外套 将肩膀上的风景挡得干干净净 包厢也是极好的位置 她到的时候已经偏后 傅家人已经到齐 不 孙维一认真地打量了两遍 才发现虽然傅修宴在场 却没有见到傅齐山的身影 而那位传说中的圣老头 暂时还没到 孙维一理解 大人物嘛 都是压咒 最后才出场的 他心里跟明镜一样 请客间明白了他们的打算 却依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爸爸 阿姨 为什么没有看到姐姐啊 不是说家人的聚餐吗 这个说辞 在来之前父子您就已经想好了 打断了容锦安的话 父子您的嘴角绽放出温和的笑容 仿若慈母您是自己的孩子 你姐姐突然身体不舒服 我就让她在家休息 别来回奔波了 横竖不过是一顿饭而已 孙维一点头 表情关切地问 姐姐没事吧 来之前我也没有问她 竟然不知道她身体不舒服 去看医生了吗 父子您心里觉得好笑 嘴上的回答却滴水不漏 别担心 休息一下就好了 一句话 江富奇山没出席一时盖过 坐下 杯子里已经倒好了柠檬水 宋维一担心那些东西 被下到柠檬水里 自然是一口都不敢动的 爸爸 维一 夫您两人不约而同的出生 作为晚辈的宋维一 便乖乖地让容锦安先说话 爸爸你说吧 我听着呢 容锦安微笑 一会儿还有一位客人来 到时候乖乖地 别出洋相 知道吗 那位客人 自是压周人物圣老头无疑 他点头 表情纯良 如乖巧的猫儿 我知道的 爸爸 心里 他在寻死 将他介绍给圣老头 到底是父子您的意思 还是爸爸的意思 前者 孙维一完全可以理解 毕竟看着他这个小三生的女儿 父子您会看顺眼才怪 若是后者 一面哄着自己 一面卖掉自己 这样的父亲 才是可怕 父子您看着这一幕 很是满意 笑容越发的灿烂 对了 刚才维一想要说什么 容锦安的心情看来不错 主动开口问道 宋维一抓了抓头发 容锦安的表情顿时出现不满 淑女可不会当众抓头发 她忙放下手 却傻乎乎一笑 还是先不说了 等她一会儿到了再说吧 恰逢此时 包厢的门之爱一声被推开 一名头发半摆的老头 出现在宋维一的视线中 用老头去形容对方 对 也不对 除开那头上颇具代表性的 半白头发之外 圣老头面色红润 笑容爽了 看起来顶多五十几岁 跟父子您说的七十岁的老头 还有一段距离 我来晚了 圣政国笑呵呵地开口 目光环视一圈 满意地看到坐在 容景安旁边的宋维一 尽管第一眼看到这小女孩 不过让她更为满意的是 真人比照片更漂亮 尤其是低着头 露出那一截雪白的薄梗 更让人心头颤颤 圣老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们也才刚刚到 容景安呵呵笑 态度亲和中 带着明显的恭维和卑躬屈膝 唯一还做着傻愣什么 还不跟圣老打个招呼 容景安这句话一出 全场的注意力顿时转移到 宋维一的身上 低着头 宋维一的忍耐还是差点破功 还真的一丝机会都不放过 就怕众目睽睽之下 圣老头看不到自己是吧 不得已 宋维一起身 转向圣老头的方向 嘴角微扬 露出八颗牙齿的标准笑容 爸爸 这可是你逼我的 圣爷爷晚上好 宋维一眨了眨又大又水润的眼睛 乖巧地不可思议地打了招呼 只不过这一声圣爷爷 却让父子宁和容景安的笑容凝固在嘴角 圣爷爷 这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 你这孩子叫圣伯伯或者圣老就好了 父子宁右手在宋维一的肩膀上轻拍了几下 称怪地说 啊 对不起阿姨 是我叫错了 宋维一忙低头 表情惶恐 父子宁和容景安光顾着拉皮条 又怎么会知道 特地将他牵出来刷脸 让他先跟圣老打招呼 这个举动就已经暴露了很多信息 没事 小孩子的笑谈而已 别往心里去 宋维一闻言 心里狂吐槽 圣大爷 既然你也知道我是小孩子 你怎么好意思提出那么变态的要求 坐下步脚 一溜服务员捧着盘子鱼灌而出 刚刚推开门的那一瞬 宋维一就闻到了浓郁的菜香 足足是二盘 配上极为高档的红酒 圣老坐在最正中的位置 左手边是宋维一 右手边是他的一母哥哥父修宴 这样的安排本来极不合理 但因为是圣老要求 说是跟两个年轻的孩子说说话 于是变成了这样的牌位 唯一 别傻愣着 给圣老倒酒 容景安迫不及待的命令 是的 爸爸 宋维一咬牙 这孩子 真是乖巧可人 这么多年 我也一直想要一个女儿 无奈没有达成我的愿望 造话弄人啊 宋维一手一抖 红酒顿时哗啦啦地撒到 正在说话的圣老衣服上 啊 宋维一自己吓傻了 拿着瓶子半想不会动 液体还在哗啦啦地往下涌 这一幕 让容景安气的差点吐血 唯一 快点把瓶子移开 没看到把圣老的衣服淋湿了吗 怎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容景安起身 英俊的脸上被弄气取代 爸爸 对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手笨 宋维一背下的花容失色 眼眶红红 戴上了哭腔 你确实笨 你看把圣老的衣服弄成什么样了 最淡定的 莫不过圣老了 在其他人或者是紧张 或是生气的情况下 圣老连坑都没坑一声 只是借此机会打量 宋维一和容景安 这到底真的是意外 还是他们妇女商量出来的意外 难道容景安并不愿意把这个女儿嫁给他 圣老在心里冷笑 不愿意 当初父子宁可是答应的好好的 若是他们那便敢反悔 他有千万种办法让他们后悔 好了 别责怪这孩子 看他都快哭了 圣老起身 莲香细域地拍了拍宋维一的肩膀 隔着布料 他这举动还是让宋维一感觉很不舒服 而他此刻也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 穿了小外套出来 不过是把衣服打湿了而已 我去换一件便是 圣老一离开 容景安因为他的安抚而冷静下来的情绪 再度暴涨起来 他的一声响是容景安拍桌子的响声 唯一 你是不是故意的 这种低级错误 手段拙劣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手段拙劣 孙维一颤颤巍巍的摇头 爸爸 你说的都是什么话 我为什么要故意的 那个圣伯伯一看就是大人物 我故意去得罪他 不是自找死路吗 再说了 我有什么理由故意 这句话 说者无心 听者却有意 有 当然有理由 比如不愿意嫁给圣老呢 容景安忍不住反思 难道被这丫头看出了什么 不应该啊 好了好了 都是意外 你别怪唯一了 父子宁解围 唯一 圣伯伯确实是不能得罪的大人物 所以接下来 一定不能再犯什么错误 知道了吗 说到这里 其实已经有着隐隐的压迫和灵力 我知道的 阿姨 孙维一肯定点头 扣扣扣的敲门声 引起了包厢里人的注意 容景安以为是服务员 就着没直接让人进来 门开了 是一名穿着普通的年轻男子 手上提了两个袋子 你来了 孙维一激动的热烈盈眶 起身干脆引了过去 看到他手中提的两个礼盒 孙维一眉头突突跳了一下 凑近裴一白的耳朵 你傻 都说了不要买礼物了 你偏偏原意当一个冤大头 看着他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裴一白扯了扯嘴角 将差点破口而出的笑声淹了回去 维持脸上波澜不惊的表情 第一次见面 总要一死一死 算了 这也是人之常情 孙维一心想 亲情热热地挽着裴一白的手 转身面对着副驾的人 孙维一对上的是容景安要喷火的毛子 孙维一 你这是干什么 他的眼睛死死地瞪着他们 仿佛下一个火苗就要搏喷而出 这是谁 谁准你带外人来参加 我们自家人的宴席的 说着 目光凌厉的瞪向裴一白 对面男子很年轻 穿着打扮普通 容景安一眼望去 就估价出他身上的穿着打扮 包括佩戴的手表和眼镜 加起来还不到一千块 让容景安惊讶的是 在他如此愤怒的目光和施责下 男子竟然脸色都没变一下 连嘴角那么微微上翘的笑容 都保持和刚刚进来的完全一致 孙维一表情窃窃的看着生气的爸爸 爸爸 可是那个圣伯伯 不也不是我们家的人吗 容景安咬牙切齿 那跟他一样嘛 圣伯伯是爸爸的好朋友 好朋友 人家圣老没准连你是一回事都没当呢 也只有爸爸才敢这么说话 孙维一仰头 羞大大的看着自己的男人 既然 爸爸的好朋友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宴 那 爸爸的女婿 更有这个资格吧 全场顿时陷入一阵可怕的死寂 爸爸的女婿 就孙维一挽着手的男人 女婿 两个子 让容景安浑身发抖 差点连眼镜也翻白 直接晕了过去 你 你说什么 内心里 容景安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这是你男朋友 他脆弱的语调 在想到男朋友这个可能性 又强硬了许多 容景安亲拍着自己的胸口 撑在桌子上 浑身冷汗沉沉 什么时候你敢私自交男朋友 爸爸不是警告过你 大学不准随便乱搞男女关系嘛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听话了 说着 挑剔的目光带了冰渣一般 摄像旁边的裴一白 空有其貌的绣花枕头 竟然敢跟他的女儿恋爱 是不是这个男人引诱你的 什么都不说直接将罪名 安到裴一白的身上 见过可笑的 却没见过如此可笑 而又自私的父亲 孙维一以为自己早就不在意了 可在容景安这么说出这句话 将罪名推到裴一白身上的时候 心里还是被刀狠狠出了一下 麻麻的 痛痛的 张口 想要解释什么 手却被旁边的男人按住 抬头 却见他给了自己一个平静的眼神 根本没有一丝胆怯和不安 突然那些难过就消失殆尽了 孙维一将满肚子的话咽了回去 唯一 爸爸说了 外面的男人都是不可相信的 他们只会用满口谎言欺骗你 否则 爸爸怎么会这么要求你 还不是为了今天 把他卖一个好价钱 孙维一心里好笑的想 你是爸爸的女儿 难不成爸爸还会害你 乖乖的 听话 跟这个男人分手了 以后爸爸给你找一个更好的男人 容景安脱口而出 这圣老出去已经有一会儿了 就怕他这个时候回来 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话 若是生气了 容景安打了个冷战 将这个可能性甩出脑海 想到这里 他态度强硬地看着裴一白 我的话 你听到没有 麻烦你从此刻开始 彻底地消失在我女儿的面前 爸爸 裴一白勾了勾唇 颇为正式地称呼容景安爸爸 什么爸爸 这两个字可以乱叫的骂 你给我注意用词 否则我跟你不客气了 容景安脑羞成怒 听到我的话没有 立马滚出去 否则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今天开始 你们断绝来往 否则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容景安下了最后的通牒 一千万 跟一千块相比 傻子都知道该选哪一个 宋文艺勇敢地站了出来 爸爸 你说现在嘛 这不是废话 容景安咆哮 可是这会儿民政局下班了呢 明天是周六 他们也不上班 就算是最快 我们也要下周一才能离婚呢 明政局 离婚 这两个子 彻底地让容景安失去了理智 什么 你说什么 爸爸 这是你的女婿啊 也是我的老公啊 现在你明白了吗 孙维一很认真地解释 天哪 这一次 被吓得满脸变色 是傅子宁 孙维一 容景安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子 眼神仿佛要吃掉他 怒急攻心 再加上已经答应了成老的事 突然在这一刻黄了 他直接扬起手 一巴掌朝着孙维一甩去 我叫你跟不知名的男人恋爱结婚 我叫你不过问父母不尊重长辈 今天不好好教训一下你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了 他的手高高抬起 朝着孙维一猛地扇了过来 他可以躲的 但是孙维一不想躲 就当这是容景安生下他的回报吧 他总不敢将自己打死 闭着眼 孙维一静静等候巴掌的到来 扳想之后 依然没有等到 他不禁睁开眼 不知何时 眼前多了一双洁白修长的手 正牢牢地捏住容景安的手 他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扳想回不过神 你干嘛 反了 你是什么货色 精敢阻止我 容景安正脱不掉 脸呈现猪肝红的颜色 恼羞成怒 他面前的裴一白 表情再平静不过 爸爸有什么火冲着我来便是 何必动手 再说 依依是你孩 这一巴掌下去 定会伤了他的心 平静的语气 外加冷淡的表情 明明有些孤傲 却让人心头发颤 冲着你来 好啊 我倒要看看何方神圣 竟敢这么诱拐我的女儿 容景安被驳了面子 此刻从里到外都要欺诈了 正愁没地方发泄 爸爸 你有火就冲着我发好了 不管一白的事 孙维一第一次被一个名为老公的生物维护 心里暖意融融 自然不忍裴一白被容景安责备甚至打骂 容景安用力蹬过去 一会儿我再收拾你 将孙维一推开 咬牙切齿地看着裴一白 此刻自己的右手望骨还阵阵生痛 看到这个女婿的脸 更是提醒她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正当容景安要教训裴一白的时候 包厢门被推开 医生心医的圣老再度出现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爽朗的笑声在看到裴一白的时候 戛然而止 粗眉 这副家不是只有一个儿子吗 这个又是谁 难不成又是容景安的私生子 爸爸 有客人来了 你有什么货 不妨一会儿再发 别让可人见笑才是 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眼 看到盛老 以及容景安逼迫他跟宋维一分手 裴一白几乎瞬间就明白了情况 盛政国 却内出了名的花心 情人无数 娶过好几任妻子 结果是要么疯了 要么死了 如果宋维一真的嫁给他 岂不是被逼上绝路 裴一白眼底闪过一丝厌恶 好一个衣冠瘦的父亲 容景安的脸色一颤一颤 百里透清 指着他们 根本说不出话来 心里悔恨不已 早知道 怎么也该先将这个男人赶出去 现在盛老又在这里 想到这里 表情恍惚了一下 指着门口的方向 带着命令式的语气 有什么事 回家再说吧 你回去家里等我 想将陪一白支开 然后继续商讨 卖掉他的事 宋维一的脑袋灵光的撞动 轻易地挽住他的手 站在他身边 小鸟一人 爸爸 没事的呢 反正都是家宴 就让一白也参加嘛 我知道 我跟一白的事情 让爸爸不开心 可是 可怜兮兮的语气 在这一刻停下 仰头 目光闪闪 带着泪光 崇拜而有爱慕 这个恍若天神的男子 此刻 站在他的旁边 他前所未有的底气十足 他们的目标是 找圣老这样的有钱人 将自己卖掉 换钱 他偏不如他们的意 找一个跟他们想象中 截然相反的男人 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他这里 什么都图不到 可是 我是真的爱他 而他也是爱我的 所以我们才决定结婚 爸爸 不管如何 他已经是你女婿 这是既定的事实啊 难道你一定要逼着我们离婚吗 到了后面 已经换为哭腔 眼泪在他说完这段话后一分钟 拼命地眨了好多次 并且在大腿上掐了几下 才勉强涌出来 早知道 就该在袖口抹点辣椒 就方便多了 听到娇妻如此情争意气地告白 裴一白忍不住抽了抽额头 那个小女人 还殷气地看着自己 至此 盛老师怎么也听出来 裴一白不是荣洁安的私生子 而是他的女婿了 但宋维依觉得料还不够猛 他将手放在平坦的小腹 轻柔地抚摸 脸上突然多了一丝母性的光辉 爸爸 这里或许已经有你的外孙了 难道你忍心看着他一出世 就没有父亲吗 我身受这样的痛苦十年 小时候 我是如此地渴望见到您 如此地希望每次放学 您会站在学校外面等候我回家 后面这句话 倒是真的 小时候的宋维依 也是个知道渴望父爱的孩子 可是每每这样的期待 都被现实击落得分文不胜 等被荣锦安接回父家 他已经十岁 懂事了 不再渴望那遥不可及的父亲了 荒唐 荣锦安只注意到第一句 而没有听到后面那句 宋维依的心声 看到旁边成老的脸音了下来 荣锦安吓得肝胆发颤 若是圣老生气了 他们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 圣老都是孩子小不懂事 跟我闹脾气呢 今天这事是意外 我明天绝对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也就是 这顿别有用心的圣宴 需要提前结束了 因为荣锦安要跟宋维依算账 当然 裴一百也在内 家宴不花而散 荣锦安黑着脸命令宋维依回家 他牵着裴一百的手 无比悠哉地落在最后 男人的手掌宽大 包裹着他的小手绰绰有余 来自于新婚老公的牵手 在下午之前 他们甚至是彻彻底底的陌生人 可此刻竟然怪异地牵着手 关键是 相较于他冰囊的手 裴一百的手温暖干燥 带着浓浓的呵护气息 让宋维依讨厌不起来 我亲爱的老婆 或许你该跟我解释一下 刚才的事情 原本以为裴一百话 少一直沉默地回去 却没想到他毫无预警地 问了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 宋维依的悠哉 顿时有要下降的趋势 哎 不过 你爸爸的反应 也算是在意料之中 毕竟咱们结婚太冲动 或许 或许两个字 让宋维依感觉很不好 或许什么 或许他们不适合 所以老公要跟自己离婚 不要啊 老公 你别抛弃我 人家对你是真心的 比金子还真 宋维依依把抱住他的腰 无比肯定 无比真切地保证 当然 为了他们的婚姻 这点小小的牺牲是必须的 如果这会儿 裴一白跟自己结婚 爸爸他们又顾忌重施 把他卖给别人怎么办 他们为了钱 敢对他下一次要 就有第二次 第三次 这样的事情多了 防不胜防 他手无寸铁 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 婚姻才是最为可靠的保障 嗯 是吗 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我了 裴一白故作不解 宋维依点头 阴阴窃窃的 老公 你难道不知道有个词叫做一见钟情吗 你对我一见钟情 他的嘴角往上扬了扬 这个词用在他的身上 绝对不适合 应该是 小女人压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是叙叙叨叨的 为刚才的恐慌做解释 是的 第一眼看到你 你的白衬衫可好看了 别人都穿不出你这样的风韵 然后是你的脸 很斯文 又帅气 而且你还绅士 体贴 你的手又好看 你还会维护我 原本只是要敷衍的说点场面话的 宋维依说完 发现这些都是真的 不带一丝敷衍的成分 糟糕了 心跳加速的感觉又来了 宋维依摸着小心肝 脸蛋意外红了 呸白小有趣味的看着小妻子 支支吾吾到后面说不出话来 心里突然欲贴了许多 好听的话 总比不好听的听着顺儿 而她就当小妻子的这些话 是真话吧 还有嘛 裴一白勾了勾唇 笑颜 啊 还不够啊 宋维依鼓着脸 继续认真想 五 还有 你身高好高 身材好 这也是大实话 一米六五的她 不算特别高 却也不矮 但站在裴一白的身边 还是矮了一大截 顿时就有小鸟依人的感觉了 至于身材好 裴一白的笑容也深了几分 这是看了我多久之后 才得出来的结论 我没穿衣服的样子 你还没看过吧 压低声音 凑到小妻子的面前 轻轻吹起 不意外的 宋维依的脸红了 左顾右盼 就是不敢看裴一白的眼角 就 就随便看看啊 又不是一定要脱光了才能看 哎呦 好端端的说到什么没穿衣服 多让人害羞啊 不知道她是纯情的美少女吗 哦不对 现在应该是纯情的妇女了 宋维依甩头 将这个问题甩出脑海 还有 你也是唯一的一个 在我提出跟我结婚之后 没有骂我神经病 又或者直接无视我的人 这才是感动她的地方啊 别以为长得美就有特权 说起来 宋维依也是满肚子苦水 因为她也幻想着自己有颜值又有身材 找到一个原因娶她的男人是分分钟的事情 然而宋维依的亲身经历告诉她 姑娘 你想多了 当然 冲着她长得美 人家跟她搭讪也是有的 但宋维依拿出户口本 说咱们去结婚的时候 那些不靠谱的男人 要么直接被吓跑 要么就说她神经病 她的老公是唯一一个没有无视她 更是跟她结婚的男人啊 尽管已经过去半天 宋维依想到这些 还是忍不住心头温暖 眼泪汪汪的看着自己的老公 是她 就是她了 所以 老公 你一定不能抛弃糟糠之妻啊 我对你忠心不二 此心天地可见啊 宋维依改而抱着她的手臂 糟糠之妻 裴一白的目光定定的看着对面的俏脸 宋维依无脸 八道的将头埋进她的胸口 反正 不能抛弃我 呜呜呜呜呜 爸爸生气了 你看她就插打我了 如果你都不要我了 那我 接下来 电视上一哭二闹三上到的女主怎么演来着 哦 哭了 也闹了 就该玩上吊了 宋维依低着头咧嘴 干好半天的眼镜没见着一点眼泪 那我就只好寻求一死 以求解脱了 呜呜呜 怎么那么可怜 突然 她的下巴被人轻轻捏住 迫不得已抬起头 男人目光闪闪 嘴角带着勾人的弧度 深邃迷人的眼镜中倒映出她的俏脸 她的手指在宋维依的眼镜轻轻滑动 指腹温温的 一层细细的剪让宋维依感觉这一颗仿佛被撩拨了皮肤 骨子里有种奇怪的扫痒感 老婆对我如此忠心 我怎么舍得看你被你爸爸欺负 放心 我不会抛弃糟糠之妻的 糟糠之妻这四个子 她咬得格外重 莫了还轻笑一声 宋维依有些不好意思的脸红了 她又细血地看着她 下一次哭的时候 好歹挤出两滴眼泪 这样更真实 我也会更怜惜地 带着打去的声音 让宋维依彻底的脸红了 娇参的跺脚 瞪她 赔一白 不带这么打去人的 她的笑容收了收 让宋维依以为她生气了 因为她对着她的名字大呼小叫 不知道为什么 赔一白不笑的时候 让她觉得很有震慑力 丝毫不敢跟她放肆 那个 我 孙维依想道歉 却不知道从何道歉 孙维依心里安骂自己 还没有那么熟呢 叫你乱喊 我更喜欢你叫我老公 赔一白压低声音 孙维依抬头表情恶然 还以为她是生气了 没想到 说出这种如此厚脸皮的话 竟然是表里不一的主儿啊 好了 走吧 你爸爸瞪着我们 眼神快化成冰刀了 前方的傅子宁和容锦安 走路的脚步都在发抖 锦安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事情弄清楚啊 刚才圣老的脸色难看极了 他若是真的因此 而生了咱们家的气 那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说话间 傅子宁的语调已经带上哭腔 一半是作戏 另一边也确实是害怕 圣老的名声 在外面传得有多难听 这个圈子的人都知道 而跟他花心一样出名的 则是他暴力的性情 所谓是无风不起浪 若不是掐油其事 怎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出现 唯一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什么 容锦安文言脚步一顿 语气坚决地否认 怎么可能 我没有跟他提起这些 你还会特地跟他说这个 答案是不可能 傅子宁没有这么好心 那他怎么会知道 他绝对是知道了 傅子宁很认真地回想了一遍 越发肯定 他又是故意把酒倒在圣老的身上 又是跟别人结了婚 就是不想嫁给圣老啊 你这个女儿 竟然这么有心机 他不但婉言推举了这门亲事 还让我们得罪了圣老 我们怎么办 容锦安也心烦不已 脑袋里成老阴沉沉的脸色还没消去 傅子宁这个时候提起 他更是心烦意乱 好了 这是过话儿再说吧 让我想想该怎么处理 傅家客厅装扮富丽 选取得明皇的夸张色调 墙壁上挂着明清大师的山水画 当然 仿的 这个宅子是傅子宁 父亲在世的时候开始着手布置 一直到现在足足有三四十年的历史 不停地翻新扩建 里面的装扮自然也不俗 宋维一 你给我跪下 容锦安的怒斥打断了宋维一的走神 他依附在身材高大的裴衣白旁 表情疑惑 当着傅家列祖列宗的面 就让他们看看你这个不孝女做了什么好事 张嫂 去把我书房里那根鞭子拿出来 被点名的佣人用怜悯的眼神看了宋维一一眼 转身上了二楼 等他下来 手里多了一根深红色的鞭子 有宋维一的两根手指粗 长度超过一米 爸爸 你这是要做什么 宋维一大声问 在傅家住了那么久 他还不知道傅家竟然有这样的鞭子 难不成 是打他 看得那泛着光的鞭子 宋维一心道 这若是真的一鞭子打下去 估计后背要被打烂了吧 你说呢 到现在你都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不是 宋维一抿着唇 爸爸 我承认跟一百几婚前没跟你商量 确实是我不对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 是情难自尽 我这个年纪 虽然说嫁人确实是早了点 但是也不算是太早吧 我高中同学的女儿上个月都出生了呢 就像是爸爸您自己说的 做事要看实际 要眼光精准 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男人 为什么要把他推给别人呢 他的手牢牢握着裴一百的手 食指紧扣 从他身上迸发的力量 借由右手传递到裴一百手中 他没有说话 微微扭头 看着小妻子干净的侧脸 看到了他的执着和坚持 以及强硬 明明他的手在发抖 但是却硬撑着 明明刚才在说起渴望父爱的时候 眼角已经涌出泪光 周花儿却一正言辞地反驳着他的父亲 想起他表情坠坠地要求不要跟他离婚的时候 其实只是没有安全感吧 反了 反了 你还有理了 还将这当成一种荣誉了 是不是 容锦安被宋维一刚才的话气得半死 好啊 现在会举一反三了 还会拿他以前说的话来赌他 现在他要听的 可不是宋维一的伶俐口齿 宋维一嘟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希望爸爸也能认真考虑一下 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总不能棒打鸳鸯 拆散我跟一百把 如果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确实是棒打鸳鸯 到时候他的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挽回了 圣老那边很棘手 这边却也不能完全不顾 容锦安很快想了明白 按照之前的计划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宋维一送到圣老床上 发生了点什么之后再结婚的话 算是顺理成章 但现在先不提计划不顺理 而宋维一更是成了有妇之夫 无论如何不能按照原本的计划了 否则他的女儿要闹个鱼死网破的话 整个富家都跟着倒霉 想到这里 容锦安狠狠地吸了口气 一屁股坐在主位的沙发上 冰冷的目光射向裴一白 却没再发火 叫裴一白是马 家在哪里 个人情况如何 这种问题 容锦安一点也不管弯抹角 这话一出口 宋维一就有种糟糕的感觉 因为裴一白的履历可没有圣老那么光鲜 爸爸一定会嫌弃的 当然 爸爸嫌弃不要紧 他不嫌弃就好了 问题是 他怕伤害了老公的自尊心啊 哪有岳父这样对自己女婿的 爸爸 时间不早了呢 您早点休息吧 咱们明天再说 宋维一殷勤地站了出来 嘿嘿干笑 才九点多 时间怎么就不早了 我跟裴一白说话 你插什么嘴 容锦安瞪了他一眼 带着警告的眼神 宋维一自然看懂了他的意思 但是相比起得罪自己父亲 递他更愿意维护着裴一白啊 这不是怕爸爸累了吗 哦对了 刚才爸爸好像没吃多少东西 饿不饿 我去给爸爸做点晚餐吧 拽着裴一白的手 就要溜向厨房 容锦安的声音在后面 音彻彻地响起 你倒是说对了 我确实饿了 去给我煮一碗面吧 至于裴一白 坐下跟我聊聊天 宋维一前进的脚步顿时定格 呆呆地站在原地 表情不安 去吧 我一个人也没事 见他跟互毒的母鸡一样维护自己 裴一白好笑又无奈 宋维一怎么能放心 连鞭子都拿出来了 不打他 该打裴一白了 他跺脚 偷偷望了一眼裴一白的身后 父子宁碎碎念念不知道 跟容锦安在说什么 宋维一拉着裴一白的手 低声提醒 我爸爸脾气很差的 他现在是在气头上 谁都劝不住 你别跟他硬碰硬 我知道 裴一白勾了勾唇 看着他不为所动的样子 宋维一再度提醒 还有 如果他跟你动手的话 你千万不要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啊 不好反手的话 咱们就跑 如果是我爸爸实在是欺人太甚 你就反击吧 后面几个字 说得颇为挣扎 不管如何 容锦安也是父亲 这一点他无法否认 让裴一白反击 已经是宋维一挣扎之后的决定 裴一白哑然失笑 轻柔地摸了摸他的发顶 去忙你的吧 别担心 他的父亲 还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 更别说伤害了 他都这么说了 宋维一只好相信你他 走向厨房 却不放心地一步三回头 容锦安指着自己对面的位置 坐下说话吧 家里还有谁 都说清楚 他的动作充满轻蔑 因为裴一白的一直让容锦安没将他当一回事 而他盘踞A是这么多年 也没听过什么裴一白这个名字 肯定不是有钱的人 裴一白仿佛看不到容锦安的面试 淡定地坐下 回答他问题的语速依然不及不徐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若是正常的情况 容锦安作为父亲 自然该好好的进行这个话题 但这会儿他心里还装着怒气 只想着速战速决 家中老大 你也不小了吧 上面还有两个年迈的父母 那你在A市的有房有车吗 房子多大 开什么车 容锦安朗笑着问 厨房里 宋维一心神不宁 他只是站在旁边给张嫂打下手 对于那个清俊气度不凡的男人 张嫂很是好奇 二小姐 那位先生是谁啊 你说一白啊 名字叫一白 真好听 而且长得也好看 二小姐你真有眼光 张嫂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 对啊 我老公嘛 自然是别具一格的 宋维一听到人家夸赞 也觉得自己了不得 心情刚刚愉悦了一下 客厅里哐当一声的巨响 让宋维一吓了一大跳 怎 怎么了 他结结巴巴的问张嫂 不放心裴一白 自己直接冲了出去 地上静静躺着一个碎掉的紫砂壶 里面的热茶水涌到周围 湿了一片 爸爸 发生什么事了 宋维一小跑出来 视线第一个注意的就是裴一白 难道爸爸跟他动手了 爸爸仗着身份欺负他老公 宋维一想到这里 一颗心紧救得要命 你没事吧 哪里受伤了 拉着裴一白的手 宋维一焦急地问 上下打量了一圈 发现男人一点事都没有 没事 怎么出来了 我听到一阵巨响 啪 宋维一刚说着 就被容锦恩一把凝住手腕 从裴一白的身边扯开 哎 爸爸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捏捅我了 以前爸爸说不上太疼爱自己 但是好歹也没有过打骂的吧 现在天偏等他成人之后 还这样 他多丢脸啊 也间接反应 容锦恩被气急了 狗急跳墙 我看你就是欠念 脑子不清醒 否则怎么会跟这种男人结婚 丢我的脸 容锦恩将话说得很难听 爸爸你别这样 宋维一拉下来 这种男人怎么了 怎么丢他的脸了 自力更生 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长相端庄老实 勤奋绅士 别人打着灯笼还找不到呢 唯一 还有裴一白 你们给我听好了 容锦恩甩开宋维一 他爹坐到沙发上 好歹避开了那摊滚烫的热水 你们的事情 我不会同意的 要么下周一去民政局办离婚 要么你不认我这个父亲 你自己选择 没房没车的男人 竟然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 简直是不自量力 又或者 这个裴一白看到 唯一是他的女儿 以为娶了唯一 就可以娶到一座金山 少奋斗二十年了 做梦 爸 孙维一停止挣扎 呆呆地看着面前陌生的父亲 就算是被他设计出卖 他也没想过不认这个父亲 却万万想不到 容锦恩会这样说 叫爸也没有用 裴一白 我的女儿是娇养着长大的 你确定你一个没房没车的 大龄青年能给他幸福 不要说什么爱情至上的空话 没有钱什么都是狗屁 孙维一爬起来 坚定地站在自己男人的这一边 真正有理反驳 怎么不能了 钱又不是万能 我们一起努力就可以了 爸爸你太主观太果决了 你给我闭嘴 被打断的容锦恩很不爽 被自己的女儿拆台 是还嫌不够乱吗 你现在是被爱情蒙蔽了眼睛 没吃过苦 所以不懂苦的滋味 唯一啊唯一 我敢保证你跟他过一周 那样的日子你就会崩溃 这句话 容锦恩说得无比笃定 他虽然没有像唐爱富奇山一样 宠爱小女儿 但是从小对小女儿也是颇为阔绰大方的 尽管无法跟大女儿相比 但宋维一的生活也过得挺滋润了 宋维一听到这里 眼底闪过一层光亮 也不再挣扎了 盯盯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爸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绝对是 那么 爸爸就给我和一白一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真的如爸爸说的那样 我无法忍受 那么我立刻跟他离婚 乖乖听从爸爸的安排 如何 宋维一挑了挑下巴 旁边刚要说话的陪一白文言 默默将喉咙里的话淹了回去 一星期的证明时间 容锦恩有些犹豫 他的本意是直接逼迫他们离婚 养大一个女儿不容易 就这么陪进去 他心有不甘 但若是直接拆散他们 他的逆反心理估计会更重 更不愿意给这个穷小伙分手 关键还是要看他心甘情愿 痴疑的容锦恩想到这一点 不同意顿时变为同意 他就不信那个邪 既然你这么提了 那爸爸就成全你 他冷眼看了陪一白 冷笑连连 原本以为会闹得更严重的宋维一 一颗心送了许多 事情比自己想象的好一点 一个星期 别说一个星期 就是一年十年 一辈子 只要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都可以坚持 不 是享受 当晚 孙维一就在傅家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直接离开 跟着陪一白走了 傅家的别墅在A市的别墅区 晚上很少人 别说公交了 连个出租都叫不到 要离开家了 你真的不后悔 从傅家的大门出来 陪一白打断了两人的沉默 月光下 孙维一的眼神明亮而有神 仿佛黑暗星空中最亮的那颗心 看的人没有一丝抵抗力 不后悔 我不能给你父祖的生活 还有一堆的欠债 未来会很辛苦 如果你继续留在这里 你依然是千金小姐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 孙维一白了他一眼 气喘吁吁的将行李箱推往前了 我又不是残废 为什么要一来伸手饭来张口啊 我自己有手有脚 自己努力的才是真的 在这里再富有 也是阿姨的 甚至连爸爸的都不是 他自嘲一笑 再富有 这里也不过是金丝龙而已 他不要被折断翅膀 我说了我认定你了 就是真话 你尽管看着我的决心 抬高下巴 孙维一坚决地表示 认定你了 算不算情话 陪一白接过他的行李箱 另一只手扣住他的手 既然如此 走吧 第一次听这样的情话 并不算糟糕 感觉还不错 所以你不再劝我回家了 孙维一开心地问 你是我老婆 啊 我老婆 自然是回我家 不是吗 陪一白好心情的解释 孙维一了然点头 对哦 都差点没反应过来 只不过被他承认 怎么心情就能这么美呢 那我们现在回哪里 你住的哪里 等一下 离外面太远了 我们要走半个多小时呢 我叫个滴滴打车 说着拿出手机 古刀叫出租 而陪一白也猛然醒来 似乎住宅这种事 他也还不清楚 叮咚一声 短信声响起 陪一白拿出手机 王蒙发来的短信 老大 你的新住址 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装扮好了 时间比较仓促 所以这才到 现在才给你信息 他却忽略 王蒙前面的废话 落在最后一行字上 唐溪路同里小区 三栋503 宋维一开心地挂了电话 已经跟一位师傅约好了 再过两分钟 他就能到 陪一白点头 去那边坐着吧 穿得那么少 冷不冷 看到宋维一光洁的肩膀 忍不住皱眉 虽然是夏夜 但这边山峰呼啸 他一个女孩子 不冷不冷 啊 就是这辆车 我们先回去吧 上了车 陪一白淡淡地告诉师傅 唐溪路同里小区 有了自己的新家 宋维一心情好导宝 根本没有被设计和陷害的烦恼 推开门 屋子里黑蒙蒙的 他在墙壁上摸开关没摸到 提高声音问背后的陪一白 这房子的开关不在门这里的吗 陪一白一正 很快反应过来 嗯 哦 在哪呢 我拿手机找找 天课后灯开了 客厅里摆放着一组 简单的单色沙发 空间不算大 但是装扮大方 我要好好地参观一下我的新家 行李就交给你了 宋维一甩下一句话 高高兴兴地跑了 手里的粉色行李箱有些烫手 陪一白从雾上到此刻 还真的我没有看出 小妻子对这个坏境的意思排挤 有些无语 还参观 他将行李箱拉到卧室 一张大床 一个衣柜 以及一张书桌 环境真好 可以看到清禾的对岸呢 棒极了 门口 宋维一无比雀跃的声音传入 陪一白的耳膜 他随手将行李箱放在一旁 毛子扫了小妻子一眼 不觉得很小吗 小家伙忙使劲摇头 不会啊 我们住刚刚好 房子大了可难打理了 多不方便啊 说着 拍了拍自己的右手 又拍了拍左手 他可是立志要做三好女人的典范 一定会很认真地收拾房子的 再定眼一看对面的大床 房子被收拾得一丝不苟 连床上的被子也被叠得整整齐齐 真是太意外了 他可知道家里的大哥 傅修燕可没有这个癖好 还因为出了名的乱被家里庸人 私底下偷偷说过呢 哎 他真厉害 紧了一个这样的宝 宋维一更开心了 至于那张平整过头的大床 宋维一有些呆 今晚他就要睡在这上面了呢 会不会发生什么 有些期待 更多的是羞涩 虽然觉得这样的进诊太快 可是他一点都不排斥啊 老公选得好 有什么好排斥的 刚才不是没吃饭吗 想吃什么 赔一白没注意宋维一的小算盘 扫了一眼低上的行李箱 终究是没有继续 实在是缺乏收拾衣服这根筋 宋维一听到他的话 表情再度雀跃 你煮嘛 你还会做饭 天哪 太逆天了 他看着他 就差眼睛冒泡泡了 赔一白满脸黑线 这一点崇拜过度了 不 点外卖 宋维一有了一生 也不觉得失望 男人嘛 不会做饭很正常 老公已经那么完美了 不能再要求太多 他很容易满足的 那我给你做饭吧 我手艺真的不错哦 小女人说到这里 颇为子得 一定要他知道 娶到自己这个老婆 他也不亏 陪一白的嘴角往上扬了扬 朝着宋维一走了过去 地上撒下他的一片黑影 站在他旁边的宋维一 瞬间感觉自己矮了好多 傻 那么晚了还煮什么饭 牵着他的手 走向客厅 半个小时后 外卖送到了 土豆烧肉 以及素炒菜心 好香啊 我真的饿了 宋维一吸了一口气 期待地看着外卖盒子 中午他就开始奔波 午餐吃了一点没胃口 而晚餐是没有机会吃 现在是真的饿了 加上心情好 吃什么都香 简单的两个菜 被他吃成了山珍海味的味道 连培一白都因为他而胃口好了不少 我来收拾这些垃圾 你去洗澡吧 饭后 宋维一主动提出这个要求 他把房子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坐在沙发上有了一种别样的归属感 这就是他以后的家了啊 宋维一听着浴室里 稀稀利利的水声 小心脏如雷击鼓 一会儿会发生点什么呢 他会不会跟电视演的一样 闭咚自己 哎呀 想想就好害羞 宋维一你脑子尽颜料了 想什么呢 脸那么红 浴室的门框荡一下开了 头发还在滴水的 裴衣白穿着睡衣走了出来 宋维一正想入飞飞中 被他打算 吓了一跳 啊 你怎么那么快洗完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哦 宋维一拍着胸口 视线雀情不自禁地抬高 空气中多了一丝沐浴露的清香 灯光下 裴衣白越走越近 尤其是刚刚出狱的样子 实在是太性感了 还没动静 你没听到 裴衣白诧异地看着他 房子的隔音效果不算很好 宋维一反应过来 盲姐姐巴巴点头 听 听到了 怎么脸那么红 发烧吗 说着 手一抬 落在他的额头上 确实有点烫 却没有发烧 宋维一脸蛋更红的可疑 推开他的手 没有了 只是有点热 我去洗澡了 不等他回答 就匆匆地跑进浴室 没想到这个不大的房子 浴室还挺大的 有浴缸呢 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镜子 宋维一站在镜子前 打亮自己的脸蛋和身材 好像确实还可以的样子 他不要担心 应该对自己有信心的才对 为了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宋维一洗了头 泡了澡 把自己泡的浑身香喷喷的 然而 在他要穿自己衣服的时候 在四周环顾了一圈 发现他急着躲赔一白 把衣服给忘了 这一刻 宋维一欲哭无泪 悄悄把门拉开一条缝 宋维一没在客厅看到人 这么说是在房间 这话儿突然感觉到房子小得不好了 他要是悄悄的出去拿衣服 还会被撞见呢 宋维一站在门口纠结了一下 很快被心里的底气舒服了 又不是野男人 是你老公啊 你不好意思个什么劲儿 一会儿还要睡同一张床呢 以后还要生小猴子呢 让你矫情矫情矫情 哎 陪 陪一白 房间里的男人走了出来 在浴室门口 看到一张从里面探出来的脑袋 颜色被蒸汽 真的红通通粉嫩嫩的 我衣服没有拿 你帮我 说完 脑袋飞快缩了回去 靠着门板 呼呼喘气 傅家 在房间里 归缩了一个晚上的 傅琪山 终于出来 直接跑去问傅子宁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你别去惹你爸 他现在心情不好 傅子宁拉着你儿的手 直接上楼 进了傅琪山的房间 并将门关上 妈 到底怎么了 圣老没看上宋维一 这不应该啊 男人不都喜欢宋维一 那种类型的吗 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颇为酸溜溜 傅白貌美大长腿 他也不缺 缺得确实凶器 傅琪山低头 扫过自己一马平穿的胸部 这已经成了他 这几年的心头之痛 样样甩开宋维一 一条街的他 在这方面吃了大亏 也怪不得圣老 一看到宋维一的照片 就认定宋维一了 别说了 这是若是真的 这么发展下去 肯定的黄了 傅子宁皱着 眉在单人沙发上坐下 女儿没有参加今晚的宴席 自然不知道什么情况 傅子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简单说了一下 并且给自己的女儿分析情况 那个圣老绝对不是好惹的人物 如果宋维一 没有跟那个裴一百离婚 再嫁给圣老的话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到时候咱们家就成了罪人 如果圣老追究起来 第一个遭殃的 你知道是谁吗 傅子宁也是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人 也深谙男人的心 面前的女儿涉事未深 所以在他如此问的时候 傅其山只是傻傻的摇头 而不知道答案 是你 傅其山一个字一个字的回答 什么 这个答案跟傅其山想的偏差甚远 他以为第一个遭殃的并不是傅家的谁 而是傅家整个家族 善儿啊 你太不了解男人了 圣老那种人 就是典型的老色狼 偏偏还是无比挑剔的色狼 普通的女人 她看不上 但你别忘了 她第一个看上的 可不是宋维一 而是她 傅其山 宋维一那里出了意外 还有一个她 圣老第一个看上的女人 虽然说兜了一圈 但是圣老并没有损失 真正受损失的 是他们傅家 妈 你帮帮我 我不要嫁给圣老那个老色狼 我才24岁啊 嫁给这种年纪的人 岂不是亲手把我推入火坑 到时候别人怎么看我们家 又怎么看我 傅其山紧抓着母亲的手 差点哭了 不说傅其山 就是父子您自己也绝对不会同意的 你儿是自己的心头肉 她也受不住一个年纪比自己还大的男人 叫自己岳母 想想那画面都觉得可怕 别急 别急 妈妈一定不会让你落入圣老的狼找的 所以这事的关键就要看宋维一那边 和小小的公司职员 就敢取宋维一 父子您笑了几声 拿出傅其山的手机 打了个电话 李老哥 有点是麻烦你 帮我查一个人 教培一百 尤其是他任职的公司给我查清楚 越快越好 等了一分钟 浴室外的门被敲了几下 宋维一知道裴一百拿了自己的睡衣 忙拉开一条缝 衣服 给你 好 谢谢 宋维一抬头 朝着男人甜甜一笑 将衣服塞到他手里 裴一百飞快离开 洗完澡 宋维一的心脏又开始蓬蓬乱跳了 对接下来的事情 又害怕又期待 裴一百坐在房间的书桌前 手霹雳啪啦地敲击着键盘 全然坠入工作中 宋维一在旁边看了几分钟 便拿电吹风吹了头发 后又拿出自己的电脑坐到了她的旁边 滴滴答答的声音持续了许久 等裴一百处理完工事后 抬头看到小女人在弄简历 你要找工作 瞄了一眼 发现用小妻子称呼她没有任何错误 两人相差了八岁 啊 说我嘛 对啊 宋维一忙不定点头 将打开的简历模板关掉 好好上学 这么一点时间 找什么工作 谁说一点时间 这可是两个月的暑假呢 再说大四第一学期末 我也要实习了啊 宋维一把椅子挪动了一下 靠近裴一百这边 最后一个暑假 不好好享受一下 裴一百挑眉 她那弟弟妹妹可是恨不得疯个够的 宋维一坚决摇头 不 我要出去锻炼一下 我不要再当米虫了 对于她特地提早找实习的原因 她才不会告诉裴一百 自己是为了减轻她的负担呢 嗯 那随你喜欢 打算找什么类型的 投什么公司 裴一百移过她的电脑 目光落在宋维一的简历上 简历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堆 但是并没有多少实际的作用 她拧了拧眉 指了几个地方 这里用另一种表述方法 面试官会更有好感 孙维一果然睁大眼 一副敬情指教的表情 改完她的简历 雷坠的叙述已经被裴一百彻底删去 简历上并不见什么优秀的 让人刮目相看的地方 孙维一低着头 突然有些不好意思了 都是我学习不努力 我会加油的 裴一百松开鼠标 好整以侠地靠在椅子上 打算投哪间公司 你学是内设计的 我也对这方面有些了解 可以给你指导 文言 孙维一立马把前面的问题 抛到太平洋 一边激动 一边打开招聘网站 我这水平 裴是国际这种大公司 肯定不要我的 但是我听同学介绍了一个 就是这个沃斯 旁边的裴一百文言 眼底浮现一丝惊讶 随即 不动声色地勾勒勾成 为什么选择它 沃斯才成立几年 但是上升发展得很快 据说刚刚成立的时候 就是小作坊类型的呢 你看现在任职人数都有几百了 关键是沃斯出品 用户几乎是百分百的好评 尤其是室内设计这一块 可见他们的设计师不简单 而且装修团队也不简单 孙维一念念有词 对于这个公司 是越看越满意 但我就是害怕 我不够优秀 若是沃斯不要我怎么办 他有些忐忑地看着裴一百 沃斯的实习工资虽然不高 但是维持他一个人的开销 并且添一些家庭用品 还是绰绰有余的 裴一百暗笑摇头 怎么会不要 别用人自扰 一定能面试成功的 孙维一是被电话声吵醒的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发现手机在书桌上 旁边还有余温 但男人却不知所踪 好梦被打断 孙维一任命地爬起来 果不其然打电话 给他的是死党赵萌萌 孙维一 你特么终于接电话了 姐找你半天了 快点 给我梳妆打扮 陪姐姐逛街去 电话里 赵萌萌娃娃大叫 隔着电话线 孙维一也可以想象 那边那个女人 气急败坏的样子 话说才刚刚放假 好端端地又逛什么街 我可以拒绝吗 我好困 孙维一一边打喝潜 懒洋洋地回答 答案可想而知 你想死吗 谁给你拒绝的权利了 我给你二十分钟的时间 你若是没赶到 后果自负 然后 孙维一听到嘟嘟嘟的响声 那个女人已经挂了 这个赵萌萌还真的说风是风 说已就是予 一点拒绝的权利都不给 屋子里已经空了 裴一百给他留了个纸条 我今天要加班 你一个人待在家里无聊的话 就出去玩 冰箱里有牛奶和面包 如果不想吃的话 就下楼左拐油早餐店 看到纸条上刚毅的字体 孙维一的磕睡虫一跑而光 心情突然变得如外面的暖阳 明媚起来 一大早就感受到了浓浓的架的味道 真棒 我知道了 我陪朋友去逛街 你认真工作 加油 孙维一也选择投桃报李 给裴一百发了一条信息 看完 他的唇角多了一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 小丫头还挺知趣 一大早的 笑得如此荡漾 是春天来了 王蒙走进来 面喊打趣 等他看清裴一百是拿着手机笑的 更是夸张地晚了一生 谁发来的短信 让我们裴总如此高兴 裴一百放下手机 朝着他飞去一个不冷不热的眼神 瞬间王蒙就安分了下来 对 现在不说 迟早有机会撬开你的嘴 什么事 说吧 裴一百赚着钢笔 谈到这个 王蒙表情多了一丝郑重 忙威威道来 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在制衣科技挂名了 而且有趣的是 傅加纳真的有人找了制衣科技的相关负责人 以十万块的高价 要求开除裴一百 制衣科技的裴一百 月薪五千 家有高堂 下有弟弟妹妹 全靠着他一个人支撑 如果突然失去工作 自然难以养活 娇娇小姐宋维一 原本微笑着的裴一百 在听到这段话后 笑已经慢慢消失 看来傅加是要逼得宋维一 就犯财罢休 嗯 让制衣那边盯着 还有任何傅加的消息的话 直接给我电话 跟我联系 跟赵萌萌逛街 宋维一得知大小姐心情不好的原因 是因为小竹马出国了 赵大小姐心里难受 难受的发泄便是不停的刷卡 直到宋维一两手提的满满当当 走三步就喘气 喂喂喂 赵大小姐 可不可以先找个地方坐下喝水啊吃饭啊 别光买东西 我饿了 宋维一抗议 赵大小姐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想把她当苦力了 别以为她看不出来 赵萌萌长得娇小玲珑 不到一米六的身高 萌萌的娃娃脸 蹄肤银白剔头 微卷的头发 看起来像个瓷娃娃 但此刻 她硬是穿上了12厘米的鞋子 跟宋维一的身高不相上下 你今天怎么回事 什么都没买 赵萌萌嘟嘴反问宋维一 宋维一干笑 不怎么啊 我没看到喜欢的 胡说 上次你不是说 喜欢那条巴宝丽的裙子 等生活费下来了就买吗 现在你爸 已经把钱给你了吧 赵萌萌直接戳破了 宋维一的谎言 有时候 朋友的眼睛 态度不是好事 必如此刻 有时候 太奢侈也不是好事 必如过去 之前宋维一想 反正不是她的钱 就花吧 刷卡的时候 一点也不心疼 但今时不同往日了 她可是新上任的好老婆 她要做一个嫌妻 尽量不给自己的男人带来麻烦 过去我太奢侈了 太腐败了 太不懂得珍惜了 所以我决定了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首先从减少购物开始 赵萌萌扑哧一笑 哪根筋不对 被洗脑了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一定会坚持的 我已经投了沃斯的简历了 或许明天就能接到面试通知 谁知道呢 宋维一微笑 啊 投简历 你认真的 赵萌萌吓了一跳 对啊 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你发什么份 是不是你姐姐欺负你 还是你阿姨扣你零花钱了 孙维一有些纠结 她的情况 赵萌萌是唯一不嫌弃的 甚至还力挺她到底 并且还帮了她许多 若是平日里的小打小闹 跟赵萌萌说也没什么 但这一次 便是她 都有些难以取齿 更担心赵萌萌一怒之下 做出什么偏激的事情来 到时候就棘手了 没 没有的事 是我自己想早点事情做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得了得了 先找个地方坐下来 咱们好好说 好巧不巧的 他们到餐厅的时候 遇到了富奇山 没有座位了呢 唯一你跟萌萌两个人 方不方便我也坐这里 富奇山虽然是问他们 却已经在对面坐了下来 赵萌萌白了她两眼 随便 你们逛街了 买了什么 赵萌萌跟富奇山 一直都是互相不理睬 这一次也不例外 孙维一只好接话 没买什么 随便逛了逛 富奇山微笑点头 也对 唯一你现在不比之前了 昨晚如何 那个赵萌萌没有欺负你吧 有什么委屈 一定要跟姐姐说 难得逛一次街 怎么东西都不买 真是的 说着 富奇山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 递了过去 做什么 孙维一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手里被富奇山塞入那张卡 她捂着嘴笑 跟姐姐客气什么 我的不也是你的嘛 这里面有点儿钱 怎么说你也是家里的娇娇小姐 难不成还能缺了你的赤穿不成 你拿着去买喜欢的衣服 有什么困难尽管跟姐姐说 富奇山的这几句话 充满了暗示性 旁边的赵萌萌不是傻子 瞬间就听出了猫腻 已抓住了重点 首先 赔一白是谁 她为什么会欺负宋伟一 再者 富奇山是脑子被门绑架了吗 竟然给宋伟一施舍同情心了 不正常 绝对不正常 再看看富奇山眼底的骄傲自得 赵萌萌就更不高兴了 这富奇山以为自己谁啊 但生气的赵萌萌 并没有选中直接将卡推回去 或者打听宋伟一的事 而是一脸好奇地看着富奇山 奇山姐姐 里面多少钱啊 富奇山摇头 就几万块而已 虽然说不多 但是给唯一买几件衣服还是可以的 几件衣服 虽然说都是荣锦安的女儿 但是她们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宋伟一的一个月生活费是两万 而富奇山是十万打底 荣锦安高兴的时候 还会给多一些 加上后面还有一个富子宁 一个月下来 小二十万零花是不缺的 而宋伟一买的衣服 要么几百 贵一些的几千 如果富奇山给的是五万 足以宋伟一买一年穿的衣服了 宋伟一现在确实缺钱 但是看着拓手而来的几万块 她心里一点高兴的感觉都没有 她打断账萌萌的话 直接将银行卡推了回去 姐 我不需要 这卡 你自己拿着吧 你不要 富奇山一浪 脸上表情微沉 对 我不需要 我不缺钱 宋伟一抿着唇 倔强地回看她 还有 彭一白不会欺负我 我在她那里住得很好 也很开心 她不就是想听自己过的不好的消息吗 可是语愿为 她很好 好的不能再好了 唯一 你可别逞强 好的话会连个衣服都买不起 会连逛街都不陪你 富奇山很快反应过来 心里情亨 这宋伟一还真是死要面子 宁愿称着也不愿意承认 罢了 你执意这么想 那我也不管了 钱你不要 那我就拿回来 可别说姐姐没劝告你 你现在早点发现看清事实也罢 若是以后晚了 你哭都没地方哭 富奇山走了 不带走一片云彩 满满当当的餐厅里仿佛瞬间安静地下来 宋伟一 你还打算隐瞒我多久 谁是裴一白 给我如实招来 赵萌萌的手捶了桌子两下 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宋伟一 本来还想着不告诉她的 被一个富奇山弄得全都乱了套 而赵萌萌也不是普通人 宋伟一深知她的性格 自己若是不开口 肯定会被她暴力压迫 直到不得不说 事情是这样的 宋伟一选择了长话短说 将她裴一白结婚的事情说了出来 但列过父子宁想要卖掉自己的那一段 因为一见钟情 而偷拿了户口布 跟对方结婚这种蠢事 真的会发生在宋伟一的身上 赵萌萌表示强烈的怀疑 宋伟一 你当时脑子清醒吗 绝对清醒 宋伟一肯定地点头 赵萌萌气地拍桌子 绝对清醒的情况下 你还会做这种蠢事 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啊 心血来潮就可以完了 你以为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着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好的婆家 是为了什么 没有钱你以后怎么办 连个像样的工作和房子都没有 你竟然也敢把自己嫁老 你简直是 她竟然找不到适合的形容词去形容宋伟一 疯了 傻了吧 怪不得 又是不买衣服 又是要找工作 原来是赔一白的功劳 到后面 张萌萌已经换上了一种恨铁不成钢 甚至是则骂的语气 好姐妹一场 她还真的能看着自己的姐妹跳火坑啊 本来我还想你姐姐那脑瓜子出什么问题了呢 但现在想想她说的还真没错 你还是听你爸的 跟那个赔一白离婚吧 有你巴护着 她也不能把你怎样 再说了 你现在还年轻 还有一群男人要你 宋伟一摇头 萌萌 有些事 你不懂 哈 不懂 不懂你跟赔一白之间 因为一见钟情而衍生的非亲不娶 非君不驾马 这一面还能生出山盟海誓来 没有她就活不下去了 宋伟一否认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但赔一白 确实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 你听我的没错 跟她离婚 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关 赵萌萌拍板决定 宋伟一苦笑 然后 等着我爸爸把我转手卖给看得上我的人马 萌萌 你知道我在付嫁的处境 就算是我爸不同意 傅子宁也不会容许我在傅家白吃那么多年饭的 嫁给不喜欢的人有什么用 不就是傅家的生财工具 为什么我不找一个我喜欢的人 她的反驳吭腔有力 再加上有些话宋伟一说的并没有错 不如傅家 比如傅子宁 以至于赵萌萌竟然无言以对 你不要劝我了 唯有这件事 我无比肯定 除非赔一白不要我 否则我是不会主动提离婚的 宋伟一双手握拳 态度坚决 别的 她可以听赵萌萌的 但唯有这件事 是她的选择 赵萌萌咕弄了许久 威胁外加利用 宋伟一都不为所动 最后终于死心 放弃了 好好好 我劝不听你 我等着看那个裴一白 到底有什么本事和魅力 把你耍得团团转 若是有一丝我不满意的地方 你就等着看吧 晚上 裴一白回去 厨房里一阵阵饭菜的香味往外飘 听到开门声 拿着锅铲穿着围裙的 宋伟一走出来 身上只穿着短袖 以及热裤 露出一节修长白皙的眉腿 回来了 辛苦了 菜还有两分钟出锅 小丫头拿着锅铲 手舞足蹈 可见心情很好 这样的造型 别拘一格 裴一白甚至 没有见过女孩子 直接从厨房出来的样子 没想到第一个见的 竟然是自己的小妻子 感觉有点奇妙 煮了什么 很香 她放下公文包 走过去 伸手将宋伟一脸上的一小块污渍擦掉 红烧排骨 宋伟一也不避回裴一白的亲密 将她拉到厨房 排骨已经出锅 她拿筷子加了一块 直接送到裴一白的唇边 你试试味道如何 她自己没来得及是 宋伟一不经常下厨 只是偶尔在张嫂做饭的时候看了一下 大概是因为有着天赋 变会了 说实话这还是她第二次做饭呢 她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自己说的那般 精通厨艺的 她的雀跃传染了裴一白 三十年来 第一次有一个女人在家等着自己 为她洗手做羹汤 突然感觉这个小小的房子很是温馨 她张开口 排骨的肉香 混杂着香甜的汁液 怎么样 还行吗 宋伟一窃窃的看着她 裴一白点头 很棒 她的表扬让宋伟一彻底松了一口气 又忍不住高兴 那就好 我害怕煮得不好呢 你先休息一下 等花儿就开饭了 她将裴一白推出厨房 自己一个人鼓道 香喷喷的饭菜一下子就出锅了 吃饭的时候 宋伟一打探裴一白的口风 对了 那个什么时候去见你爸爸妈妈啊 丑媳妇要见公婆 她期待又紧张 得到裴一白父母的认可的话 她就是名副其实的裴太太了 无 还缺一个婚礼 裴一白四笑非笑 很期待嘛 不打反问 无 没有 没有啊 就是随口问问嘛 说得她很着急似的 女孩子要矜持 她还是知道的 裴一白也给她夹了一筷子的菜 放在她碗里 妈妈现在在国外玩 估计要过段时间才回来 小弟他们也在上学 宋伟一的积极性有些下降 公公婆婆不在A市啊 希望他们能快点回来吧 哦 这样啊 我电话里跟他们说 到时候 你说几句 裴一白优雅地抽了张志擦拭嘴角 隔着电话跟公公婆婆说话 宋伟一的贼胆又缩了回去 还是先算了吧 等见面的时候再说 见面的时候再说 然后 宋伟一便开始打探公公婆婆 以及弟弟妹妹的喜好 裴一白也不嫌麻烦 说了一下父母和弟妹的性格 爸爸比较严肃 妈妈随和一些 严肃两个词 让宋伟一心里咯噔一下 有种不好的预感 会不会很严厉 她这样的喜父 她会不会不喜欢 还有她是私生女 若是她爸爸妈妈不高兴怎么办 别怕 你是我老婆 他们总不会吃掉你 裴一白看她表情担忧的样子想笑 现在她也只能寻求老公的帮助了 那到时候你一定要保护我 不过我不会对你爸爸妈妈对着干的 我会做一个好妻子 好媳妇的 裴一白点头 这一点她也相信 洗完澡躺到床上 裴一白见旁边睡着的宋伟一放了个身 她睁开眼睛 露出一双水水的瞳孔 还没睡着 不是累了吗 裴一白挑眉 她刚才在处理公司的急事 忙晚了 而孙伟一已经上床有一段时间了 睡了又醒了 你工作做完了 孙伟一揉我揉眼睛 做出一副才睡醒的样子 心里 才怪 她只听到旁边她的手一直在敲键盘 一点都睡不着 嗯 下次我到客厅里去 裴一白将床头灯关掉 整个人躺了上去 夏日 黑漆漆的空间 大床上的两个人 无限贴近的身体 有什么东西似乎在发酵 宋伟一听到她的话 立马摇头 不用了 又不会吵到我 客厅的沙发茶几太低了 不方便用电脑呢 裴一白沉没了一下 从喉咙里发出一个单音 嗯 明天周末 有什么计划吗 她轻吐出一口气 极力忽视旁边女孩身上散发出的 若有四五的香味 宋伟一咽了咽口水 在黑暗里摇头 没有 你有吗 她以为跟裴一白之间 昨晚就会发生点什么 但事实上 他们只是很纯洁很纯洁地睡了一觉 宋伟一也说不清楚没发生什么 她到底是失落 还是松了口气 她说也没有 宋伟一干脆说那就待在家好了 不早了 睡觉吧 裴一白一句话 终止两人的交谈 很快那边就平静下来 宋伟一拧着没想 是不是自己毫无吸引力啊 过了一会儿 她见裴一白的呼吸已经趋于平稳 忍不住偷偷往她的方向拢了喽 精神太好 宋伟一没有睡觉的念头 眼镜直勾勾地盯着裴一白看 灯光从窗户里照进来 不刺眼 却可以看到她的脸 越看越满意 越看越喜欢 宋伟一伸出手 干脆地抱住了她的腰 反正不是外人 是老公嘛 男人眼睛一睁 炙热的皮肤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传递出来 侯杰转了几圈 她硬是没有说什么 再度闭上眼 只不过夜晚却突然变得漫长起来 星期一 宋伟一接到电话 是沃斯打来的 是宋伟一小姐吗 我是沃斯人事处的职员 你的简历我们已经收到了 麻烦你今天下午两点半过来面试 面试这个消息 让宋伟一欣喜愉狂 好的 我会准时到达的 谢谢你 挂了电话 宋伟一整个人都轻快起来了 拿到了沃斯的面试 离她近沃斯就近了一步 宋伟一坐下 换了一套衣服 化了一个得体的淡妆 出发去沃斯面试了 去的路上接到赵萌萌的电话 宋伟一告诉她 萌萌 我去沃斯面试呢 不好意思啊 今天下午没空陪你逛街 赵萌萌呸了一声 我又不是天天逛街的 那个沃斯在哪里 我也去看看 看热闹 宋伟一只好告诉她地址 沃斯的办公楼规模一般 宋伟一却看着这栋建筑 眼底充满敬意 关键是这里的人才 装点门面的东西倒是其次 还没到面试的时间 宋伟一在门外等张萌萌 人到了之后 才将简历递给前台小姐 对方很快带她上楼 面试宋伟一的是一名年轻的人士 问了她几个专业的问题 以及为什么选择沃斯之后 就挥手让她出去了 怎么样 怎么说 成功了吗 赵萌萌站起来 迫不及待地问 宋伟一摇头 刚才她的回答并不算很出色 那个经理对她的表现 也只是急语淡淡的眼神 虽然没有直接说刷下来 但这个回去等通知 还是让宋伟一有些担忧 她说到时候会通知 因为来这边的期望颇高 宋伟一的心情 多少受到了一点儿影响 张萌萌自然感觉到了 宋伟一的低落 捅了捅她的手臂 大声道 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你先自怨自意上了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 工作到处都是 不愁找不到 但让宋伟一觉得不开心的是 她对自己的反思 在大学三年 她似乎并没有任何明显 比别人有优势的地方 很多东西她都不懂 也是因为她太没有将学习 当一回事了 以至于现在心惶惶 也没有自怨自意 就是觉得自己过去 太不努力不进取了 且 有些事不是你努力 进取就有用的 想这些干嘛 踏踏实实就好了吗 你要找实习 不介意的话 到我爸爸公司啊 分分钟找个你满意的岗位 但宋伟一拒绝了 她可以依靠赵萌萌意识 却不能永远依靠赵萌萌 没有那么多贵人 时刻帮助她 宋伟一想到这里 战斗力又回来了 挺直腰杆 不用了 我等沃斯的答案就好了 你别担心 我只是一时的低落 我是谁 我是宋伟一啊 这么一点儿小问题 就能打倒我吗 笑话 沃斯不要她的话 大不了 她在找别的 好友恢复了精气神 赵萌萌也跟着笑容灿烂 这还差不多 不管怎么说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面试 感觉新鲜又激动 我们去吃点东西 庆祝庆祝 我请你吧 吴 麦当劳怎样 宋伟一的这话 换来赵萌萌的一记白眼 你为那个裴一白 省钱省上瘾了 麦当劳 垃圾食品 虽然嘴巴坏坏地说着 但最后她却拉着 宋伟一去了麦当劳 点餐的时候 宋伟一难得地 接到了裴一白的电话 鸡精又喜 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有什么事吗 站在她旁边的赵萌萌 请客间闻到了 与过去宋伟一不同的地方 这眼镜仿佛 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还有一个电话而已 这一笑得那么灿烂 对 一下子就猜到 肯定是那个裴一白了 赵萌萌心里算漏漏 没想到一声不吭地 就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天天天天喊着恋爱的自己 还是孤家寡人 裴一白淡淡一笑 俊脸浮现一丝温柔的表情 提前下班了 在哪里 今晚在外面吃饭 在外面吃饭啊 宋伟一心里美滋滋的 盲步定应了下来 好 然后 又让她先去餐厅 她随后就到 挂了电话 张萌萌扯住宋伟一的手 吃饭是吧 行 我也去 看看那个裴一白有什么魔力 把我们宋伟一迷得魂不守舍 一见钟情了 连个给宋伟一跟裴一白提醒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她塞上了出租 裴一白定的位置在一间西餐厅 店面装修一般 并不是很高档的餐厅 而被赵萌萌拽着的宋伟一 反而显得扭泥 裴一白看着这一幕 见眉微挑 这是什么情况 所以 这就是传说中的裴一白先生了 两个女孩脚步停下 赵萌萌一边笑 一边开口 只不过 语气怪怪的 长相 85吧 身高满分 气质90 风度90 5 乍眼一看着平分还不低 5 这是萌萌 我的好朋友 宋伟一无法装鸵鸟 忙为彼此介绍 萌萌 这就是一白了 久仰大名 裴先生照萌萌抬高下巴 颇有些盛气凌人的姿态 你好 裴一白点头 将宋伟一叫到自己身边 在旁边坐下 裴先生看起来比为一大 贵庚啊 刚坐下 照萌萌就开始打开了话匣子 对着裴一白七扯八扯 宋伟一黑线 萌萌 一白比我大八岁 什么 八岁 这也差太远了吧 张萌萌被吓了一跳 他掐着手指 算得起劲 三岁一勾 你们差八岁 特么的三条勾了 你确定不会有沟通上的障碍 不给宋伟一说话的机会 张萌萌又问 那裴先生目前在哪里高就啊 资金如何 在A市有房了吗 这些问题 真的只是一个同学 而不是父母问的 宋伟一表示强烈怀疑 他真怕这样下去 裴一白被赵萌萌吓跑了 忙打断这个话题 好了好了 先点餐 我好饿 说着 不停朝着赵萌萌 几眉弄眼 哀求姑奶奶先饶了他 之后有什么问题 他一定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赵萌萌被好友的眼神弄得气闷 好啊 关心他呢 还以为他棒打鸳鸯啊 对 不问行了吧 裴一白自然也看出赵萌萌的来势汹汹 知道他是为好朋友打抱不平的 心里倒没有因为赵萌萌问题而生起 至于那些问题 被宋伟一插话之后 谁也没再提 一顿饭吃的有些压抑 主要是来自于赵萌萌 因为这位小姑奶奶心里揣了是不痛快 直接影响到了对面的宋伟一 偏偏裴一白跟个没事人一样 将自己切好的牛排放到他的面前 哎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宋伟一心里甜得发腻 但嘴上却客气地说 裴一白看了他一眼 低下头吐出两个字 吃吧 这对夫妻是来刺激单身狗的吗 赵萌萌突然没了进食的欲望 将刀叉一扔 直接站了起来 我不吃 先回去了 你们慢慢吃吧 啊 可是你还没吃呢 不是饿了吗 宋伟一挽留 他可不是重色亲友的人 反正萌萌来都来了 小丫头还算有点良心 没有送给他慢走两个字 赵萌萌脸色恍惚了一下 清亨 看着你们 你觉得我还吃得下吗 对着我这个大店灯泡 你们能轻松吗 就当我好心泛滥 做一回好人吧 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 你宋伟一最好珍惜 他离开后 餐桌上一度安静 裴一白低着头切牛排 露出一张坚毅的侧脸 鼻梁上的眼镜不停地 在宋伟一的眼前晃 宋伟一默默看着 惊觉他的皮肤竟然极好 连个毛孔都看不到 还有睫毛 又长又翘 让身为女人的他都嫉妒了 今天去面试了 裴一白插了一块牛排送入口中 姿态无比优雅 高贵如宋伟一在电视上看到的英国绅士 他咀嚼的速度不快 嘴角轻轻地动了那么一两下 弧度很小 优雅而帅气 这场面 美得跟话一样 宋伟一突然觉得老公吃饭 都是赏心悦目的事情了 却也没有忘记他在跟他说话 对啊 面试回来了 感觉如何 会紧张吗 作为一个过来人 虽然这种环节 裴一白并没有亲生经历过 但却也能想象被面试者的心情 宋伟一小鸡肘米斑点头 好紧张啊 尤其是快轮到我的时候 在外面等候 心脏砰砰跳 比我高考那个时候还担心 不过进去之后 考官问我问题 我在绞尽脑汁地想答案 就忘了害怕了 说来 还是个有趣的经历呢 宋伟一一迷眼下 裴一白勾勒勾唇 喜欢小妻子的坦诚 听着他 国国造造地说着那些小事 却也不觉得无聊 这一结果 到时候出来了再说吧 我也不知道呢 宋伟一不想说 可能被刷下来的事 现在难得气氛好 但心里 却已经开始寻求后路 预防万一了 他知道 裴一白对他非常包容 也不介意他这两个月 找不找工作的问题 但是他可不能没良心地任由 裴一白一个人在外面辛苦打拼 无 所以 晚上回去的时候 继续投简历吧 就不幸找不到工作 好歹他来自A大建筑系的呢 吃完饭 时间还早 不到八点钟 宋伟一探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 反正他是越来越喜欢自己的老公了 所以拉着他的手 眨着眼睛嘟嘴卖萌 还早 我们先不回去好不好 有些表情 有些女孩 真的让人无法拒绝 比如此刻 裴一白自认不是非常喜欢纵容女人的人 甚至放松对女人的要求 他们就容易得寸进尺 将自己胎当一回事 但面对新婚妻子 他真的生不出任何讨厌的情绪 也默认了宋伟一对自己的亲密 还想去哪里玩 裴一白一语刀破宋伟一的目的 宋伟一干笑 周围走走 就当饭后消食 好不好 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 都不答应自己的小妻子 似乎太说不过去 裴一白轻笑 那就走吧 西餐厅外是繁荣的步行街 宋伟一没想过去那里 只想在河边小道上走一走就算了 没想到 裴一白却牵着他的手 擅自走向步行街的地方 唉 不逛街了吧 大晚上的逛街有什么意思啊 宋伟一鼓弄 心里感觉怪怪的 随便看看 不一定都要买 不是吗 这话 他没办法反驳了 只好点点头 跟在裴一白身侧的他 越发显得小鸟依人 尤其是男的帅气 你的漂亮 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裴一白的为人比较沉默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 宋伟一叽叽喳喳的说话 但是他却是个极好的聆听者 一点都不会漏听他的话 也不会觉得不耐烦 走了一会儿 宋伟一看他们去的方向 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怎么是去那个最大的珠宝店的方向 唉 这不散得差不多了吧 我脚有点酸呢 要不 我们先回去 宋伟一绝对体贴地开口 那金币辉煌的珠宝店来来 往往的不是情侣就是夫妻 而此刻他们离大门口越来越近 让宋伟一感觉更不对劲 裴一白双手握住他的肩膀 阻止了宋伟一打退堂鼓的想法 不是还早吗 不急着回家 进这里面逛逛吧 宋伟一白手 满不在乎 这里有什么好逛啊 这些商家就是搞噱头来吸引人 故意抬高价格什么的 没想到 裴一白握着他双肩的手更加用力了 宋伟一动弹不得 他的目光柔和地看着他 嘴角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强行掰过他的脑袋 转过身来 走吧 宋伟一被他半搂半抱地挟持进了珠宝店 天花板上晶莹剔透的水晶灯 柔和地 缤纷的光彩夺目动人 照在人的身上 照在珠宝上 华丽异常 宋伟一显少逛珠宝店 此刻感觉举步难行 但那些金光闪闪的首饰项链钻石什么的 说实话他还真的不怎么喜欢 这个吧 伍克拉的钻石 镶嵌在薄金戒指上 璀璨耀眼 堪称最完美的婚戒了 旁边一个男人夸张的高声 引起了宋伟一的注意 他仿佛突然明白了 裴一白带他进来这个店的用意 原来裴先生要给他送婚戒 没想到他竟然还想到了这个 他都没想到吗 被人珍视的感觉 真棒 宋伟一心里这样想着 嘴里却道 旁边的那人 肯定是爆发户 生怕人家听不到似的 他说的不对嘛 你不喜欢钻石 裴一白挑眉 哪个女人不喜欢钻石的 最起码他身边的女性就全都很哈 他的妹妹18岁 开始便收集各种各样的钻石 生日礼物 新年礼物 都要求家人给他送钻石 现在那个小美女已经有半盒子 成色各异的钻石了 宋伟一没有直接点头 因为普通人看来 钻石自然是了不得的 他若是说不喜欢 估计显得虚伪 一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东西 戴在手上 我怕被歹徒盯上 为了一个戒指要砍掉我的手 宋伟一可怜巴巴地说 这种事情 还真的在新闻上看过 所以有钱也要谨慎啊 裴一白被他的歪理逗笑了 你别不信 前段时间真的出过这样的事 耳朵上戴着钻石耳垂 被人扯下来把耳朵扯掉了 太可怕了 因为出事的就是宋伟一同学的母亲 所以他说这话的时候 害怕也是真的 胆子那么小 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出门都不敢了 原本打算挑个像样戒指给他的裴一白 改了个念头 哼 这倒不至于 我没钱给那些人抢 裴一白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小丫头长得不错 没才却有色 自己得好好看着点了 看看吧 裴一白走向店里最普通的一个柜台 柜台里陈列的东西 自然不像别的柜台那般高端华丽 甚至一丝钻石的光芒都看不到 只是普通的薄金戒指 显得光秃秃孤零零的 喜欢哪一对 你挑吧 选戒指不是裴一白的强项 他宁愿小女人自己折腾 孙伟一的脚步迟疑了 就站在柜台的前面 里面的标价也写得清清楚楚 他一目了然 与其拿一个多月的生活费去买戒指 他觉得还不如省下来 等以后再想这些呢 我没有看到喜欢的 设计也就一般般嘛 我们还是先回去了吧 孙伟一说出这句话之后 才发觉自己与其不妥 看不上这边普通的 难道看的是旁边那些高端大气上档子的 他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我根本不喜欢戴戒指 也没有戴戒指的习惯 我们就不来这个玩意了吧 意识到不妥的孙伟一立马使劲补救 要说裴一白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在听完孙伟一的解释后 顿时清醒了一大半 心里好笑又无奈 大概他的牛皮吹得有点夸张了 让孙伟一认为买一对戒指 都会对他们产生巨大的财政危机 你是为了给我省钱 他没跟孙伟一拐弯抹角 孙伟一不好意思承认 他裴一白觉得没面子 他其实不是败家女人 不是 真的不是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裴一白遇过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没见过这种傻妞的 是不是他时候没钱 他连饭都愿意省下不吃了 但是心里 无法否认的是感觉欲贴无比 从来没遇到一个这样的傻女孩 在明知道自己身无分文 是穷光蛋的情况下 还愿意跟她结婚 甚至是这般省钱为她考虑 虽然知道孙伟一当初 要跟自己闪婚的目的并不单纯 贴开这一点之外 孙伟一的任何方面彻底满分 最起码合她的意 裴一白轻拍着女孩的肩膀 暂时举办不了婚礼 难不成连个戒指都不能给你 放心 这点钱还不至于 让我们的家庭预算破产的 孙伟一脸蛋飞红 跺脚否认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的话 就挑一对喜欢的 没了 无奈找了个借口 今天发了一笔奖金 最起码买对戒指是绰绰有余的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孙伟一还有拒绝的权利吗 她怕再矫情下去 会让裴一白补好受 只好低下头看戒指 最后 孙伟一看中了一款很简单的对戒 上面什么都没有 而且重量也是偏轻的 就这一对吧 我喜欢简单的 不有分说 让导购拿出来 并且当尝试了一下 大小刚好呢 小姐的手很漂亮 倒过微笑 孙伟一看着自己的手 伸到裴一白面前 好看嘛 她点头 孙伟一的手修长颖白 食指鲜鲜 非常漂亮 一点都不为心 那我也给你戴上 孙伟一忙不丁拿起那个男戒 让裴一白伸出手 低着头 以虔诚 倒郑重的姿态 将戒指带到她的无名纸上 感觉他们之间的距离 又靠近了一步 买了戒指 裴一白低头付款 孙伟一乖乖站在旁边等她 一白 旁边一声惊讶的叫声 让孙伟一好奇望过去 谁这么亲你 这么叫裴一白 这一看 不得了 对面的女孩也是妙龄少女 穿着香奈儿的最新款 长长的卷发披在背后 面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孙伟一被吓了一跳 这个女人是谁 真的是你 你竟然会在这里 苏月勤看了裴一白许久 才注意到她身边的孙伟一 身为女人的她 瞬间感觉到了诡异 这个不是裴一白的妹妹吧 为什么一起来逛珠宝店 苏小姐 裴一白结完账 谋底闪过一丝情绪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 真是有缘 最近很忙嘛 一直想着找个时间一起吃个饭 苏月勤正是王门口中的苏小姐 跟裴一白第一次是相亲认识 后来吃过两次饭 嗯 裴一白淡淡地应了一声 便将苏月勤衬托得过分热情了 尽管她的冷淡很明显 但苏月勤还是不死心 伯父伯母还没回国嘛 我还想挑个时间 有空去看望一下她们呢 苏月勤无视宋维一臭臭的脸色 继续搭讪 宋维一不高兴 谁看到自己的老公 被一个陌生女人搭上会高兴啊 觉得这位小姐真是不矜持 没看我老公对你明显不感兴趣吗 还贴上来 你这是要跟我抢人 想到这里 宋维一叫笑 老公 这位姐姐是谁啊 我没听你说过呢 千万不好小看女人的嫉妒心 否则你会很惨 比如苏月勤 压根没将裴一白旁边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在听到宋维一叫裴一白老公的时候 却眼睛差点掉下来 老公老公 一个朋友 苏小姐没事的话 我们先回去了 男人说完这句话 直接搂着宋维一的腰 扬长而去 苏月勤捂着胸口喘气 被气的 也是被打击的 好不容易搭上裴一白这条线 还以为吃过三次饭 他们之间是有戏的了 没想到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翘了墙角 她如何甘心 眼前没了苏月勤的身影 宋维一的心情顿时大好 尤其是想起走之前 她表情生气不敢相信的样子 但是 别以为那个女人不在面前 她就将对方望在身后了 话说裴一白 刚才那个姐姐 是谁啊 跟你很熟悉的样子 与气情不自禁带上酸溜溜的口吻 那个人知道她的公公婆婆在国外 还说想去拜访 想来跟公公婆婆挺熟悉 裴一白勾了勾唇 随口回答 以前的相亲对象 啊 你还相亲了 宋维一睁大眼睛 而且 还是一个如此优质的女人 而看样子 那个女人对裴一白感兴趣 关键是 裴一白没看上对方 年纪不小了 爸妈安排的 裴一白倾可两生 尤其在说到前面的年纪不小 语气怪异 宋维一点头表示理解 这大概是父母的通病吧 比如在傅家 以及28岁高龄的大哥 傅修燕没有女朋友 傅子宁和容锦恩 便不时给她安排相亲对象 你跟刚才那个姐姐 很熟嘛 宋维一忍不住问 她对苏月勤的敌意如此明显 相反 苏月勤的不也是如此 吃醋了 裴一白脚不顿了下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这是什么问题 她先问她的好不好 你觉得我会因为这个吃醋吗 太无聊了吧 那位姐姐 一看就比我大好几岁 嗯 有什么关系 宋维一嘿嘿笑 大叔不都喜欢小女孩吗 所以刚才那个姐姐 肯定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成熟过头 现在都说大叔恋 宋维一觉得以裴一白的高龄 叫一生叔叔也可以的 裴一白 再说了 她是相亲对象 但结婚证上概括的 可是我跟你啊 裴一白 其实她这小妻子的自我治愈能力挺强的 所以刚才她起人忧天了 宋维一没等到沃斯请她去上班的电话 却等来付齐山的 维一 在干嘛呢 过几天爸爸生日了 我要去给她挑礼物 你跟我一起去吧 宋维一想了一会儿 好像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还有几天就是容景安的生日了 私心来讲 宋维一并不想跟付齐山去 但她也知道付齐山的性子比起赵萌萌来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她若是拒绝 估计付齐山直接杀到这边来 而容景安生日 她也不能说什么表示都没有 好的 那我们在商场碰面吧 出门的时候 宋维一穿着平底鞋 七分牛仔裤 以及短T 很简单的打扮 在跟付齐山见面的时候 被她比成了路人甲 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 付齐山挑剔道 姐 不是说给爸爸挑领巫吗 宋维一可不管这样是哪样 直接转移话题 不过付齐山并不是好糊弄的人 依然围着宋维一的衣者打扮开展话题 你这牛仔裤不会是跳到市场逃来的吧 还有这个T 摄体 不伦不类的 宋维一斜眼看着她 付齐山这是买胎上瘾了 这是裴一白给你买的衣服 以前就没见宋维一穿过这么简陋的 付齐山第一个猜到的就是那个裴一白 还没来得及说不实 就背负齐山下一句话打断 看来裴一白还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要穷多了 你又那么固执 非她不嫁 也不知道她脾气如何 姐 我跟她挺好的 要给爸爸挑领悟就快点吧 宋维一不耐烦地打断 穷穷穷 她有必要时时刻刻提醒她吗 再说穷的是裴一白和她 跟付齐山也没什么关系 难道这位姐姐是要在打击她的道路上生出快感来吗 感情之事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孙维一现在过的虽然不是在傅家使后千金小姐的生活 但在回傅家之前 她跟妈妈在外面四处奔波 跟此刻的生活差异并没有太大 于付齐山来说 没有钱 世界就要崩塌 地球都不会转动 而于她来说 难得找到这样一个有缘人 连白开水喝在口中都是甜的 她不耐烦跟付齐山数赔一白的事情 却不见得付齐山也如孙维一那般啊 今天她可不是来跟孙维一挑什么爸爸的生日礼物的 给爸爸的生日礼物 她早就准备好了 想到这里 付齐山嘴角往上翘 用悲悯的眼神看着孙维一 维一 怎么说我们夜市姐妹 你没必要在姐姐面前抢言欢笑的 我抢言欢笑 孙维一指着自己 不可思议地问 请问姐姐 你哪只眼镜看出我这是抢言欢笑了 可不是 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裴一白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我估计她 是得罪上头的人了 现在这个时候 没有关系很难办事的 毕竟她那个经历来头大 这话说的孙维一一头雾水 都什么跟什么 怎么她都听不懂了 她比了个手势 是一副齐山暂停 姐 你到底在说什么 抱歉我听不懂 什么得罪上头的人了 你说谁 傅齐山满脸诧异 她倒是真的没想到裴一白竟然没跟宋维一说 想到是这样 她心里又生出一股自得来 原来宋维一还不知道 怪不得一点都不担心 就是那个裴一白啊 她不是丢了工作了吗 你不知道 傅齐山捂着嘴 故意做出一副夸张的惊讶 她不会是没有告诉你吧 是因为怕你担心 还是不敢告诉你啊 看来她瞒着你的事情很多啊 唯一 你可要小心点 别被她骗了 她在碎碎念念什么 宋维一都没有听 只是呆呆地站在旁边 脑袋中反反复复想起 傅齐山说的裴一白丢了工作的事 她不知道 她完全不知道 因为裴一白没跟她说 怎么会这样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她昨天还好好的 还说发了一笔奖金 你不信啊 那不妨你自己去 这一科技打听一下 我是因为刚好 有一个同学在那里上班 而且裴一白的事情 弄得动静蛮大的 所以才知道的 至于什么动静 傅齐山懒地说 看宋维一失魂落魄的样子 就知道她一定会亲自去验证的 也好 这样才让她死心 看你能坚持多久 宋维一丢下傅齐山走了 身后傅齐山喊她 哎 你去哪里啊 不是说好的给爸爸挑选生日礼物吗 你要放我鸽子 她走得很快 听到傅齐山的话 脚步一顿 选礼物 她现在没这份心情 也没有时间 姐姐 你自己选吧 我有点事要先回去了 说完 上了一辆公交车 宋维一坐着公交 直奔裴一白所在的制衣科技 在今天之前 她甚至不知道裴一白在制衣科技工作 没想到竟然是经过傅齐山的口告诉她的 这让宋维一感觉非常不好 她对裴一白实在是关心太少 了解太少了 想到裴一白一个人承受着失业的压力 而她还没心没肺地跟傅齐山逛街 宋维一就愧疚 她是不合格的妻子 自己的男人出事了 她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宋维一 你真的是猪 你真的太笨了 这样怎么对得起裴一白 宋维一拍打自己的脑袋 但一切都已经于事无补 她只是想知道裴一白丢掉工作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才短短几天 她就会丢掉工作 制衣科技是个中等规模的公司 宋维一到的时候 正值上班时间 除了前台之外 公司里安静得可怕 小姐 孙维一被前台小姐拦住去路 我想找裴一白的上司 孙维一集中生智 让裴一白丢掉工作 肯定是她顶头上司做的好事 来的时候 孙维一已经打了无数的草稿 或许是因为裴一白太优秀 让那个上司看不顺眼 所以故意炒掉了裴一白 肯定是这样 孙维一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心里对裴一白的上司 以及智义科技的老板产生浓浓的鄙视 如裴一白这种如此优秀的人才 丢掉简直就是他们的损失 前台小姐微微一笑 并没有对孙维一个言相向 只是礼貌地问 请问有预约吗 简单的一句话 却将孙维一拦在门外 预约 她抿着唇摇头 没有 她根本不认识那个上司 抱歉 没有预约的话 是不可以上去的呢 不能通龙一下吗 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孙维一哭桑着脸 回答她的是前台小姐肯定地拒绝 孙维一知道确实有个预约这么一回事的 而现在被拦下 就说明她无法进去了 那么就在外面啥等 她的眼睛咕噜咕噜地转动 左顾右盘 看见旁边有四名人高马大的保安站在门口 如果硬喘的话 她肯定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孙维一差点给跪了 好端端地找那么多保安当门神干嘛啊 她咬着牙 语气硬邦邦地点了头 那 好吧 我在这里等她 她退着制衣科技的沙发去坐下 不要问孙维一为什么这么厚脸皮 勾计了跳墙 人急了 什么面子什么骨气都被丢到一边 孙维一不甘白地 便挤付齐山打电话 她不是说有同学在这里上班 所以才知道裴一白的事吗 姐姐 你知道裴一白为什么被吵的吗 孙维一迫不及待地问 各种缘由 傅其山再清楚不过 不就是十万块钱的原因 但她自然不能这么跟孙维一说 否则孙维一岂不是找她拼命 你在制衣科技 孙维一一浪 没想到傅其山竟然猜到了 只好勉勉强强地点头 哎 我劝你 不要白费力气了 据说裴一白在制衣科技的风头 盖过了她的上司 然后 你懂的 孙维一失魂落魄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心里呕血地要命 自己猜测是一回事 而知道真相 又是另一回事 原来一个人太优秀也是一种错误 他就说裴一白不会无缘无故地被吵掉 如果他什么都不懂 直接去找了那个上司 估计就被对方嘲笑得要死了 而现在摆明了找他的上司没有用 非但没有用 还会对裴一白产生更加恶劣的影响 如果上司借着工作便利 给裴一白在老板的面前穿小鞋呢 这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孙维一粘巴巴地起身了 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计划 裴一白的工作必须挽回 这可是他在A时奋斗多年的根基 被人以这样的借口炒掉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 既然找上司没有用 那么就找他的老板 此刻 孙维一迫切想要见到裴一白 却知道他此刻肯定不在制衣科技公司里 便给他打电话 嘟嘟嘟持续响了好几声 正在会议时开会的裴一白本想摁掉 将这个扰乱会议的电话挂掉 却没想到来电人是宋维一 他知道他在上班 没事的话 是不会给自己打电话的 而此刻显然是有及时 想到这里 裴一白比了个今生的首饰 原本在讨论的众人 顿时停下 战战兢兢地看着他 在PPT上讲解的员工 甚至以为有什么事情 胆战心惊地看着裴一白 就差眼泪直流了 怎么了 有事找我吗 没想到 Boss突然打断众人的原因 仅是因为一则电话 会议时全部人眼睛差点掉出来 还有 这语气似乎过于温柔 孙维一眼眶红红的 想哭 但是被他抢忍住了 他吸了吸鼻子 摇头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就是突然很想你 我想听你的声音了 所以就给你打电话了 裴一白嘴边的弧度 忍不住往上扬 想他了 嗯 他点头 从座位上起身 走出会议室 那些明晃晃的眼神 一个两个都盯着他这边 还能不能给人 好好地讲电话了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裴一白在沙发上坐下 问孙维一在干什么 我 随便走走 孙维一说 他才不会告诉他 自己跑到制衣科技来了呢 你呢 我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 会不会打扰你 无妨 不算很忙 所以 他还是没有说丢掉工作的事情 是要打算隐瞒到底了吗 他是担心自己知道后 会胡思乱想 还是说怕因为这个 他就跟他离婚 孙维一想 这种小小的问题 根本不是什么事 他怎么会那么不懂 是因为这个跟他离婚 声音怎么了 裴一白注意到他沙沙的鼻音 难道是哭了 今天跟谁出去了 被人欺负了吗 裴一白皱眉 怎么他身边要欺负他的人那么多 难道是盛政国找了他 抑或是他的父亲 孙维一头皮发麻 没想到电话那边的男人这么敏感 他已经极力克制了 竟然被他听出了自己声音不对劲 这个男人到底心多谢啊 他慌忙摇头 没有啊 谁会欺负我 我又不是傻子 才不会傻傻地被人欺负呢 还不傻 裴一白哑然失笑 想到小女人的傻样 心情飞扬 他摸着自己无名纸上的戒指 这么显眼的东西 一大早就被王蒙看到了 吓得脸都绿了 问他到底是和方神圣 让大少爷结了婚 到现在 裴一白也没说 王蒙却彻底好奇上了 对传说中的大嫂无比期待 打算邀请裴一白晚上出去喝酒 到时候将裴一灌醉 从他口中套话出来 既然知道自己不傻 就被被人欺负了 还帮着人数钱 你爸爸那边找了你吗 孙维一摇头说没有 还不到一周 爸爸怎么会找自己 跟他朝夕相处了12年 对于荣锦安的性格 孙维一还是有些了解的 这一次他是生气了 自然不会给自己什么好脸色 更别说御尊将贵的低下头 来跟自己说话了 他这会儿 大概正高高在上的坐在傅家 等待宋维一回去求他呢 那就好 有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跟我说 知道吗 裴一白的语气 已经带上了习惯性的命令 这种人 一看就是高高在上 习惯了发号失恋的烈食者 好的 你今天还要加班吗 今晚倒不用加班 但是有个应酬 裴一白便干脆说了要加班 此刻 他还不知道小妻子 已经知道他被这一科技给炒掉了 更不知道他说出要加班之后 孙维一心里已经脑补了很多东西 那你工作吧 要注意身体哦 还有 记得按时吃饭 天公 容锦安再一次光临 但这一次 只有他以及圣老两人 他到的时候 圣老已经坐在包厢里等候多时了 包厢里灯光明亮 照射出圣老微微下沉的嘴角 已经紧绷的脸色 容锦安心头突突一跳 背部往下弯了弯 圣老竟然到了 抱歉 让您久等了 他只得硬着头皮往里面走 一面而来的压迫气息 让容锦安的心紧揪成一团 圣老扯了扯嘴角 也才刚到而已 你比我想象中的早一点 比约好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 尽管如此 他已经老神在在地 在这里坐了五分钟了 容锦安选择了一个 离圣老不算远 却也不算很近的距离 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坐下后 圣老也不吭声 做贼心虚的不是他 自然不需要他低声下气地解释 圣 圣老 关于唯一的事情 容锦安苦着脸 嗯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字眼 却表示 圣老确实在认真听 也等着容锦安的答案 周五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 容锦安喘了口气 夸下海口 虽然宋维一还没跟他求助 但是他对此已经信誓旦旦了 他的情况 傅其山已经说了 容锦安几乎可以遇见 小女儿痛哭流涕 跟自己认错的样子 你确定可以满意吗 你那个女儿 不是跟一个男人结婚了吗 圣老犀利的目光转向容锦安 气势逼人 我有办法 让他跟裴一白离婚的 容锦安立马道 离婚 是事在必行的事情 这个考验 从来缺乏公平 如果到了后面 宋维一还是死命认定裴一白 那么他就只好使出最后的手段了 所以 你的意思是 让我捡别人穿过的破鞋 圣老不怒返校 恶狠狠地看着容锦安 仿佛要将他吞下 突然拉高的声音 吓得容锦安肝胆剧烈 他在商场经营多年 也没有学到像圣老的这种 盛气凌人的气势 归其原因 大概是因为对自己的出身借地吧 圣老息怒 当初您不是看上唯一吗 这丫头比他姐姐长得好 而且 容锦安顿了一下 硬着头皮继续 善儿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交过两个男朋友 所以大女儿也不是楚了 虽然都如花似玉 但相比之下 宋维一更生一筹 圣老抿着嘴 但想没有吭声 您看 维一如何 既然如此 那就如您所言吧 只不过这一次 我可不希望再出什么纰漏了 容锦安 到时候事成 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如果宋维一那里搞不定 那么我可不管你大女儿如何 一定娶了她 容锦安陪笑 是是是 我保证一定会成功的 圣老放心 临走之前 圣老一味深长笑了几声 将要离开的容锦安教主 圣老 有何吩咐 容锦安一浪 脚步立马停下 桌子上多了一张支票 被圣老推到他的面前 上面的开头数字是五 后面一连串的零 您这是何意 尽管没有看清楚到底多少个零 容锦安也知道可能的数字 没什么 既然这是要妥妥的成的了 这张支票 就当是礼金吧 这怎么好意思 您还是将钱收回去 容锦安的话被城镇国打断 客气什么 迟早都是一家人 让你收着就收着 好端端的推三组四做什么 鲜少 等事成之后 我再将另一部分给你 推举不得 容锦安只能将这趟首山域收下 但此刻 他也更明白了圣老的意思 这一次是在毕德 没有任何反悔的余地了 出门的时候 包厢外城老的两个保镖 让容锦安头皮发麻 他脚步匆匆的走了 宋维一守在制衣科技一个下午 没有等到传说中的老板 只好拜信而归 八点多了 家里空荡荡的 竟然只有他自己 后来才看到裴一白给自己发的短信 说有应酬 要比较晚回去 宋维一心酸的回了一个好字过去 当他的老公真不容易 裴一白或许此刻只是在外面某个地方喝闷酒吧 他担心他 又怕自己跑出去撞见那一幕 裴一白会觉得难堪 之后粘巴巴地坐在沙发上等他 这一等就是三个小时 十一点多 外面才响起开门声 宋维一刚刚爬到床上 却睡不着 听到开门声 他几乎是刷的一下 从床上爬起来 往外面冲去 比他想象中的要好一点 裴一白并没喝得烂醉如泥 只不过宋维一隔着距离 也闻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酒气 你回来了 宋维一走过去 干净利落地搀扶着他 男人的身上带着淡淡的香水味 清晰明亮 但这种味道 却并不是男人的香水味 宋维一心里咯噔一声 难道还有什么自己没有意料到 嗯 这么晚了还没睡 等我 不是的 我只是还没睡着而已 宋维一否认 他歪歪扭扭地扶着他去开客厅的大灯 灯光将裴一白的情形照射得一清二楚 他依然是那副略微冷军的表情 玻璃镜片挡住了裴一白的目光 或许此刻他的眼睛因为醉酒而朦胧的 宋维一挽着他的手突然有些发抖 他嘟着嘴 觉得有些委屈 穷不委屈 没钱不委屈 委屈的是他有别的女人 怎么了 眼眶那么红 哭了 裴一白喝多了 头有点痛 心里滴皱几声 该死的亡蒙 今晚就是他起哄 那些人胆子渐长 竟敢一个个灌他 没有 你感觉怎样 会不会头晕啊 难不难受 宋维一摇头 不过是一点点香水味而已 他一个劲地告诉自己 根本没什么 他在胡思乱想 小女人生活的声音柔柔的 少了他平日里唧唧喳喳的锅灶 反而带着浓浓的关心 温温的 仿佛心口烫过的一道暖流 让人通体舒畅 裴一白顺势坐下 半靠在沙发上 闭着眼露出一丝疲倦的表情 还行 看他这么辛苦 宋维一又心疼了 他的手凉凉的 贴在裴一白的额头上 不烫 大概只是喝多了累了 我去给你泡蜂蜜水 你等一会儿 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的话 一定要告诉我 他一边说着 一边起身 随即他耳边传来 哒哒哒的脚步声 轻快动人的脚步声 裴一白的眼睛睁着 露出一条细缝 静静地看着他 宋维一穿着粉色的 无袖睡裙 裙子长度在膝盖椅上 露出白皙纤细的小腿 他这个方向望过去 只见他的侧脸 粉粉嫩嫩的 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 而往下 更叫裴一白上火的是 他的上身 竟然没有穿小内内 他突然感觉 一阵口干舌燥 这种灯光下的直面诱惑 跟关了灯 两人躺在床上的时候 完全不同 又或者此刻 他身上多了酒精 以至于看着宋维一这般 脑袋里竟然产生了 更多的联想 喝完蜂蜜水 你就去洗澡 然后早点睡觉吧 醉酒很难受的呢 以前我大哥喝醉了 弄得全家人都围着他转 那阵仗很吓人的 差点进医院洗胃了 宋维一端着蜂蜜水回来 温柔地送到裴一白的嘴巴 眼神带着关切 喝吧 你应该不喜欢喝太甜的 所以我没有放太多蜂蜜 宋维一干脆在旁边坐下 看着他将被子里的蜂蜜水喝完 他很累的样子 宋维一心疼极了 要不要先到床上躺一会儿啊 还是先洗澡 我给你放洗澡水吧 他站起来 手却突然被他抓住 往他的方向一扯 宋维一一下子没平衡好 猛地倒向他的华里 吓得瓦得一声 叫出来 他坐卧在裴一白的华里 只觉得手脚都不知道放哪里好 到处都是裴一白的气息和皮肤 这种感觉 要不要太好 太吵了 裴一白皱眉 吐出三个字 五 宋维一一下意识捂着嘴 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呆呆地看着他 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来 他见他这个样子 忍不住笑了 仿佛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宋维一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娱乐他的小宠物 刚才竟然还嫌弃他太吵了 好 我不吵你 行了吧 小丫头不高兴 赌气地说 他鼓着脸 故意不看裴一白的脸和眼睛 低着脑袋 露出一头乌发 正挣扎地 试图从裴一白的花里钻出来 哼 没想到第一次被他抱 竟然是因为恶作剧 别乱动 他声音粗哑地按了一下他的肩膀 这丫头 还真是魔人 生气了 他好笑 终究是小丫头 还没学会将情绪收放自如呢 回答他的 是宋维一傲娇转开视线的表情 很快 他将脑袋扭回来 伸出食指 指着他的胸口 宋维一调整好自己的坐姿 坐在他的双腿上 跟小狗一样 拿鼻子在裴一白的衣服上清秀 干什么 熟小狗的 裴一白笑 轻易地点了点他的小脑袋 宋维一抬头 皱巴巴的鼻子轻哼 检查一下 诶 你说 我是谁 宋维一抱着他的肩膀问 是谁 还不是小妻子 能闹腾 却又贴心的小丫头 没有等来他的答案 宋维一不满 纤细的手指轻戳他的胸膛 你应该说 你是我老婆 笨蛋 实在是太笨了 看不出他不高兴吗 竟然不懂得哄一哄他 裴一白哑然 配合的点头 嗯 你是我老婆 宋维一瞇着眼 怎么表情那么傻 喝醉了 对啊 我是你老婆 所以 你要跟外面的女人保持距离 对不对 宋维一专专教会道 不 以后遇到母蚊子 都要保持着距离 不要说是女人了 好男人 从现在开始吊叫 这样嘛 裴一白反问 是的 好男人就该这样 并且遇到有不时去的 想要年上来的女人的时候 一定要一正言辞地告诉她 你已经结婚了 你有老婆了 你对她不感兴趣 宋维一说得越来越起劲 小脸红彤彤的 刚才衍生出来的不快 早就不知散到哪去了 裴一白沉思 原来小妻子心中 好男人是这样的 还有呢 她兴趣盎然地看着她 看她能说出多少来 还有 老婆说话要听从 老婆的命令要服从 宋维一觉得自己此刻 就跟个老师一样 对裴一白普及为父之时 面对一窍不通的裴一白 她感觉很自信 裴一白越听表情越微妙 什么老婆说话要听从 老婆生日要记得 化妆要等的 这是现代版的三从四的了吧 但重点是 她变成了要遵守这些规则的对象 这种感觉 要不要太糟糕 男人忧生黑暗的 谋底闪过古怪的笑意 旁边的小女人 却丝毫没有察觉 继续掐着手指 准备给裴一白清算 不 口说无凭 要是到时候 你反悔了怎么办 孙维一皱着秀气的小眉头反问 所以 裴一白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刻 窝在她花里的小女人 连滚带爬的起身 心冲冲地跑到了房间 嘴里还没忘记跟她说话 我去找个笔盒纸 把这些都记下来 孙维一拉开裴一白的抽屉 喜滋滋地从里面找到 自己需要用到的工具 没有打印机 她也不怕麻烦 自己动手 亲自将她说到的条款 一项项写出来 半个小时后 孙维一的脑袋从书桌上抬起 拿着一张洋洋洒洒 写了三十项条款的纸张 笑容灿烂到不行 爸爸好歹帮我做了一件好事 这字迹 简直就是书法家的杰作嘛 刚刚回到副驾的时候 孙维一的字被容锦安嫌弃到不行 觉得被外人看到了她的字 直接丢了她的脸 便逼着孙维一练字 还给她报了个书法办 当然 十来岁的孙维一 刚刚失去母亲 对这个父亲又完全不熟 是抗拒 也是排斥的 自然处处跟着容锦安唱反调 但是她那个时候 人在屋檐下 年纪小 能力更小 容锦安动动手指 只需要吩咐庸人不给她饭吃 孙维一就得乖乖地饿着 这是跟容锦安作对的下场 孙维一知道之后 不敢再跟她唱反调了 也就乖乖地学习写字 并且难得地有今日的成果 拿着写好的纸条出来 客厅里一盏大灯孤零零地亮着 孙维一脚步一顿 发觉客厅里的男人因为等候太久 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她的脊背直直地 靠在沙发上 见眉轻皱 仿佛什么烦恼 不是吧 我还没有说完 你还没有签字画呀呢 怎么可以睡觉 孙维一憋着嘴 欲哭无泪 那她不是白白奋斗了半个小时 手都酸了 差点断了 她竟然给她呼呼大睡 喂喂喂 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孙维一想到这个可能 撇撇嘴 裴一白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仿佛没听到她说话时的 仍然紧闭着眼睛 一副已经睡熟的样子 这是 真的睡着了 孙维一心里拔凉了那么一下 表情纠结地看向自己手里的 三十项条款 这可是唯一一个难得的机会 趁着裴一白睡着了 若是能写上去的话 她以后好歹有凭据 终究是狐家狐卫的诱惑太大 孙维一想了一下 悄悄溜进房间 把自己的腮红拿了出来 喝醉了 睡着了 就醉吧 睡吧 但是 该签的 该画押的 还是必须的 我这可以是为了你好啊 她一边碎碎念 一边打开腮红 冒着腰 轻轻抬起裴一白的手 这样很好 只需要轻轻的 在这里摁一个手印 那就万事OK了 很简单的 对不对 孙维一窃笑 举着她的指腹一道白纸黑字的下方 她已经可以预想 下一次 裴一白喝醉酒 自己拿着这张纸声讨她 不准喝三杯以上的白酒的画面了 她的指尖离纸张越来越近 红红的一团 眼看着就要印在纸上 突然 裴一白睁开眼 她一个没注意 大手就从手里溜了出去 哎 你干嘛 还没画完呀 花音在裴一白的手 停在自己脸上的时候 孙维一呆住了 她还嫌不够 轻轻在她的脸上摩擦 几点了 你怎么还不睡 唧唧喳喳的 你鼠鸟的 孙维一眨眼 打亮对面的男人 到底是清醒 还是醉酒的状态 怎么不说话 傻了吗 还不困 那去给我放点水吧 她揉了揉额头 目光不再一个劲地盯着宋维一 但是她却没在她的眼底 看出浑浊来 宋维一心里这下彻底拔凉了 抱着不确定的心思 小声问她 你现在 是睡醒了吗 还醉吗 我是谁 这是几 比了四个手指偷在她面前 要考验裴一白的架势 裴一白没有回答 却低头 目光恰好划过她手里的白纸黑子 颇感兴趣地拿了过来 那么久的时间肯定不止三从四得 她倒要看看 还写了什么 嗯 裴一白需遵守以下准则 一 这个家 由我宋维一说了算 还没念完第一则 A4只被心虚的宋维一抢了过去 她确定她已经醉醒了 这种纸条 醒了的话 就没必要给她过目了 若是裴一白反将自己一军怎么办 宋第一条霸气侧漏的宣言 也可以想象宋维一的雄心壮志 以及对裴一白的要求 她看着被抢空了的手 目光扫向宋维一 刚才那是什么 我怎么看到了我的名字 你拿过来 我看看 站起来 圆壁直接向她这边够 脚步稳稳当当 视线稀里清晰 宋维一越发肯定 她已经睡醒了 这些坑爹款项 糊弄不了她了 既然知道这是事实 她哪里还敢在老虎的身上拔毛 将纸条藏在后背 宋维一往后退 一边干笑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写着玩的呢 你肯定没有兴趣 啊 对了 很晚了 你肯定累了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你在这里等着哈 不等裴一白回答 灰溜溜地跑到了浴室 反手将门给关上 一个劲地喘着粗气 呜呜呜 好险 差点就被她看到了 可是 还很遗憾的是 差一点点 就盖章了啊 宋维一欲哭无泪地响 第二天一早起来 裴一白面色无恙 一如往常地跟宋维一说去上班 已经从父齐山口中得知她失业的宋维一文言 差点没哭出来 突然情绪失控地抱住她 没想到她这个突然动作的裴一白 却是一阵 浑身僵硬地任由宋维一抱着自己 怎么了 宋维一将头埋在她的华里 眼眶有点酸酸的 热热的 有担心 又暖心 而原本已经打算离开的裴一白 脚步硬生生地停在了玄关处 她抬手 由于片刻之后 落在宋维一的后背 慢慢地轻抚她的脊背 她的反应 也让裴一白震惊 因为她竟是颤抖地站立的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难道我昨晚喝醉了 做了什么坏事 裴一白只是笑颜 她记得清清楚楚 昨晚自己倒是差点被她欺负个够了 再如何也不至于她欺负她 宋维一心里早就七拐八拐地转了许多弯 女人在某些时候是科学家 思想家 这句话真的没错的 她想 裴一白此刻顶着多大的压力 以及难受 才能做到若无其事 脸上风平浪静 仿佛被炒掉的人不是她一般 反而倒回来安慰她 这个男人 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 也实在是太值得自己珍惜了 她想 或许这就叫做 瞎猫碰到死耗子 她运气差了那么二十几年 唯一运气好的时候 便撞到了裴一白 这么一个不嫌弃自己的男人 不说话 真的那么委屈 裴一白放缓了语气 难道 是因为在这里住的不习惯 想念复家了 这个念头一出 便有些难以收起 她的手僵硬地放在她的后背 却没了跟刚才一样 轻拍安抚小女人的心情 裴一白的脸色 在此刻的日光下 显得有些朗然 并非失望 也并非难过 只是在现实的面前 是个女人 都知道该选择的是哪一样 或许 她只是贪恋傅家的温暖 在傅家 她是娇娇小姐 不缺吃穿 也不缺钱 但在这里 一切都跟她在傅家相反 也怪不得她无法忍受了 裴一白自嘲一笑 在这个现实的当下 她竟然也犯了一种名叫天真的错误 真是可悲 可是 她也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松开她的 危险还没解除 若是她又跳进了圣政国的坑 岂不是害了她一辈子 裴一白轻笑 往后移退 扶住宋维一的肩膀 没 没有呢 对不起啊 我失态了 只是想起了一些事 宋维一抬头 红彤彤的眼眶可怜兮兮的看着她 她一定是在趁着自己不知道 又出去找工作了 她不会戳破的 相反 她会在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裴一白一切顺利 而自己也会给她加油 尽可能地帮助她的 裴一白微笑 什么事都差点哭了 没什么 好了 你先去上班吧 宋维一吸了吸鼻子 收起自己混乱的思绪 踮起脚尖 给她整理了一下衣领 面前的男人优雅帅气 她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 路上小心 她朝着裴一白甜甜一笑 纵使 这个笑容让裴一白有些烦躁 嗯 她只是应了一声 虽然对比之下有些冷淡 孙维一却想着她心里难受 也没有察觉出一样 或许 自己还需要做点什么 孙维一歪着头想了一下 终于给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个可以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 并且又能让她有光明正大的理由 亲近她的机会 她急步转过身 高声叫住裴一白的身影 等一等 裴一白 我还有事没说 她的声音轻甜悦儿 裴一白几乎下一瞬地顿住脚步 她也不知道为何这么快的动作 在听到她这一句话之后 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 还有什么事 她绑着脸 故意冷淡地回答 她听到背后的脚步声 当然是她的无疑 但很快 她看到了她的身影 从背后移到面前 微微低着头 羞羞大大的 露出圆乎乎的脑袋 以及白皙动人的跛岗 裴一白顿时更加疑惑 她没有搞清楚 宋维一的举动隐含的目的 这是什么意思 宋维一做好了心理准备 才抬起头 含羞待气地看着她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 嗯 那晚上回来再说吧 时间不早了 有点赶 我先去公司了 宋维一愕然 差点真的任由裴一白走了 但是好歹脑子还清醒着 下意识地直接拽住了她的手 别啊 裴一白察觉到手上凉凉的温度 又有些心浮气躁 不觉皱起眉 到底什么事 宋维一羞答答地低着头 小声说 你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她见裴一白只是将眼睛睁得更大 不由得心跳加速 那一刻脑羞成怒 毕竟是第一次做这种主动的事情 宋维一也是会害羞的 闭上眼睛那 你还愣着干嘛 她忍不住加重语气 命令 裴一白到公司已经半个多小时了 被王蒙送来的公司 即见全都堆积在办公桌上 她却没有想要工作的念头 主要是 有些疑惑 裴一白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 扣扣扣地敲门声 打断了她的沉思 不用说 她也知道这是王蒙无疑 进来吧 裴一白拿了一份文件翻看着 开门进来的果然是王蒙 裴走 刚才我送进来的那三份文件 您看得如何了 若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麻烦您签了字 我好拿出去 让下面的人尽快处理交界 裴一白文言 拿起钢笔 刷刷刷地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大名 而对面的王蒙看着这一幕 却目瞪口大 这是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签名 话说刚才到现在过去 可不止半个小时了 这段时间裴总在干什么 不是要给下面的人交接吗 看着我做什么 裴一白抬头 就看到王蒙的目光如影随形 哦哦 没事 我这就去工作 这就去 王蒙生怕被裴一白记恨 昨晚灌酒一事 灰溜溜的也想跑 都说酒壮人胆 他可不也是 竟敢给顶头上司猛灌酒 现在想起来 脑门都是冷汗 等等 问你一个问题 裴一白叫住想要逃的王蒙 一个女人亲你 一般有什么含义 王蒙果然没走 只不过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看裴一白的目光更加古怪了 裴一白绑着脸 抿着唇 目不斜视 脸上带着淡淡的梳理 看不出一丝他的真实表情 所以王蒙也无法猜测 以及看出这位上司此刻内心 已经后悔了 相反 王蒙颇为心冲冲地回答 裴一白的问题 这要看是在哪个地方 哪个国家 比如说 在西方国家 一个吻代表的含义很广泛 贴面文可以对任何人 而在东方国家的话 这个吻的意思 就相对狭隘了 王蒙一边说 放慢了语速 目光斜斜地 落在裴一白的身上 丝毫不掩饰 他对这个问题 实质的关心和好奇 这个吻 要看到哪个程度 比如是简单的贴面 还是热情的法式热吻 王蒙对这些几乎能信守年来 裴一白却突然没了听的兴趣 挥手让他出气 可以了 你下去忙吧 还没来来得及 开展自己长篇大论的王蒙 没想到就这么被over了 事关裴总的个人的终身大事 他认为自己有必要继续普及 裴总 其实通知助理间和企划部的人 这周全体加班 一句话 彻底让王蒙闭上了嘴 办公室里再度只剩下 陪一白一人 他抿着唇 看着落的窗外 扮想没有任何动作 尽管已经过去了 一段不短的时间 但嘴唇上的余温 但嘴唇上的余温 还是告诉他来公司之前 送为依亲自己的事情 不是假的 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想起那一刻发生的事 裴一白心里有一丝难以言表的悸动 以及烦躁 好端端地给他一个离家的吻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闭着眼 那个丫头就不管不顾地轻了上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又缩回去了 就是挑逗人 也不是这样的吧 他甚至还没有品尝到一点味道 他就跑到房间了 裴一白自己一个人 站在门口半想也不见他跑出来 只好带着这个疑惑到公司 他并不喜欢心里存着什么疑惑 因而这个问题没有搞懂 裴一白就被他不时地骚扰 王蒙离去后 他还是无法理解 便打开电脑 在天涯注册了一个ID 他以笨蛋送唯一的昵称 发了一条球铸铁 问 我跟妻子因为某个原因闪婚 此前不认识 也没有任何感情基础 今天去上班之前 他突然亲了我一下 什么意思 裴一白发完贴 也没有退出或者关网页 便直接在线等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屏幕 没多久 有消息提醒他有人回答了 下面陆续地有人跟帖 楼主大撒逼 夫妻之间亲一下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楼主你这是故意秀恩爱 路过留言 我关注的是 楼主跟你老婆结婚多久了 都是该棉被纯聊天吗 呵呵呵呵哒 说明楼主你昨晚没满足你老婆 他饥渴了呗 参与看戏引用二楼回复 卧槽 盖棉被纯聊天 楼主你不行 这条留言出来之后 之后留言观众的注意力和重心便被转移了 全都纠结在裴一白行不行这个问题上 网友1314 楼主 不行的话 我劝你早点去看医生 真爱难科 是你最好的选择 所以 这个是来打广告的 圣诞节单身狗 楼主你惨了 你老婆已经做好 红杏出墙的姿势了 你一离家 他就跟别的男人 那里那个浪啊 抱着求助心态来看铁的裴一白 没有在天涯上找到自己想要听到的答案 反而被那些跑题网友的回复器的半死 尤其是最后那个什么红杏出墙的 这是恶意诅咒他 裴一白看着那条该死的单身狗 叫来公司网站维护的工作人员 指着自己的桌面 去 把这个人的账号和电脑给我黑掉 下属毕恭毕敬的点头走了过来 裴一白的目光 看到最近一则给他的楼主老婆 要红杏出墙的留言 顿时目光一沉 裴总放心 这点小问题 给我几分钟就可以 一定按照您的要求 将他的账号和电脑都黑个干净 裴一白 三分钟 眼睛别乱看 下属 是 说的别乱看 却也不能完全不看电脑屏幕吧 不然他怎么工作 于是某下属无意中就看到那个被黑账号的最新留言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突然 旁边一声怒喝 到底会不会 不会就给我出去 一番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 那个昵称圣诞节单身狗的账号和电脑被彻底的黑了 这一刻挤 宋维一蹲在外面守株待兔 已经三个小时了 他拿着手里的一个照片 这是宋维一扭扭捏捏 小心翼翼的从赵萌萌那边挖来的 据说制衣科技的老板 就是其中之一 烈日灼灼 宋维一地尾身于一个小小的阴影中 半靠着墙 他只能尾身一个小的阴影里面 他自己被晒成炭 便小心翼翼把身上说完防晒衣往下扯 人是必须求的 但是美貌也是要的 两者不矛盾 宋维一一边涂防晒霜 一边碎碎念 三个小时 换了以前 他早就甩袖走人 但这一次不一样 因为是赔一百 而这三个小时枯燥的等待 宋维一差点躲在角落里睡着了 头顶上的太阳一次次将他往墙的里面逼 以至于 现在的宋维一 就是紧贴着墙的古怪造型 就算你是大boss 也不能这么任性啊 想不来上班就不来上班嘛 说好的以身作则 说好的以德服人呢 所以 告诉你 你躲在这里 到底想干什么 宋维一低着头隐藏的那一瞬 耳边突然想起了一道南中音 他被吓了一跳 眼睛瞪得大如同龄 因为没有料急突然有人出现 并且靠得那么近 宋维一想要闪躲 却猛地往后栽倒 哎 你小心 这话已经说得太迟 等顾景臣反应过来 宋维一已经跌倒在了地上 哎哟 我的腿 宋维一呜咽一声 整个人痛得一阵阵抽起 脚没有扭到 然而跌下来的时候 被擦上了一块 右脚的脚踝上磨破了一大块皮 又红又肘 还渗透着血丝 看起来有些害人 宋维一呆呆地看着那里 差点给跪了 喂 你没事吧 都让你小心了 顾景臣从矮矮的缓台一跃而下 见地上的女孩捂着伤口呲牙咧嘴 心头一跳 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 宋维一有些生气 朝着那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低吼 脚上火辣辣的头 好端端地受了这样的无望之灾 让已经火大的宋维一火气继续飙高 抱歉抱歉 我不是有意要吓唬你的 只是觉得你一个人躲在这里 怪怪的 想过来看看 宋维一竖起脸 十指指着自己 怪怪的 我怎么怪了 你怎么不说你吓人 他是不会承认自己这个举动怪的 要说 也是美美的 这个男人先是吓到了他 后又是用错误的词去形容他 不可忍 好吧 我错了 不该吓你 顾景臣摸着鼻子 他能说 经过监控室的时候看到宋维一鼓励古怪的身影 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差点就叫保安出来感他了吗 宋维一拍了拍屁股 从地上爬起来 他的目光从顾景臣身上移开 看着质疑科技的大门 空手而回的感觉很糟糕 宋维一来时的甜蜜 被打击成了渣渣 亏得他还想着一定要给赔一百晚回那个工作呢 喂 你怎么不说话 他的突然沉默 让顾景臣无所适从 即使出声打断宋维一的出神 那眼神怎么那么落寞 仿佛被遗弃的小狗 没事 算了 我回去了 宋维一摇摇头 不想多说 一瘸一拐地转身往外走 你的脚受伤了 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了 又不是多严重 顾景臣小跑上去 别啊 这样我会于心不安的 怎么说也是因为我你才受伤的不是 女孩子嘛 要是留了疤怎么办 女孩子身心爱美 宋维一自然也不例外 本来打算大事话小小事话聊聊 在听到对方说留疤的时候 心里确实有点发怵 同意了 那就走吧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去拿车 察觉到宋维一眼底的松动 顾景臣立马到 也不管宋维一同不同意 顾景臣乐颠颠地去开车了 低头看了看脚踝处 那片伤口看着依然触目惊心 宋维一最终还是妥协了 要是真的留了疤 会很丑的 到时候裴一白嫌弃了怎么办 上车吧 就去最近的医院好了 开车过去只需要十分钟 上车之前 宋维一的动作突然凝住了 眼神裂带防备地看着对方 他觉得自己的防备心太轻了 差点真的乖乖上了车 如果对方是个人贩子呢 虽然宋维一不觉得自己这么大的年龄 会有人想要拐卖自己 但是有些东西毕竟难以意料 有道是知人之面不知心 那些拐子就喜欢用诚挚的脸曲 骗取别人的信任 坐在驾驶位上的顾景臣扮想没有等来宋维一 不由得抬眸 这一看不得了了 他非但没上车 反而是扭了个头 直接背对着他走了呢 那一刻顾景臣被气笑了 这个丫头 成啊 当面一套背后还给他来一套 难得一次好心帮忙 没想到被盗打一耙 人家还不稀罕 他发动了车子 得不稀罕就不稀罕吧 少爷我也不陪你玩了 宋维一用了五分钟走到便利店 买了几块OK帮 坐下正要处理伤口 碰得一声 桌子上突然多了一个袋子 他肩膀一抖 正要看哪个人故意吓唬 没想到抬头看到的还是刚才那个人 你跟着我干嘛 宋维一先声夺人 往后依靠 目光偷偷地看向便利店里面 这么明显 店老板应该看得出来他被人欺负了 不会见死不救吧 哼 谁跟着你了 那你什么意思 宋维一盯着面前的袋子 因为是透明胶带 他只稍稍看了一下 便看清楚了里面的绷带 酒精双羊水等用品 当即一愣 嫩嫩的看着顾景臣 这是给我的 他似乎误会了什么东西 顾景臣轻哼 阴阳怪气地回答 哪能啊 若是您老怀疑我在这东西里面下了什么陷害你 我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一开始他没反应过来宋维一的防备是什么意思 还想潇洒地扔下他一走了之 但看到他走路一瘸一拐的 终究是心有不忍 被他戳破 宋维一的脸上浮起一抹尴尬的飞红 嘖嘖嘖 你见过哪个人拐字开着奥迪去拐人的 脑洞太大了小姐 你就是按金脉 也不值得几个钱 宋维一听着这件件变了味道的话 对他产生的好感顿时消失了 你回来是故意损我的吗 虽然他说的某些话没有错 对 好难不跟你抖 你这个伤口 你以为拿OK帮贴一贴就没事了 太天真 不好好处理 小心破伤风 他拆开那个塑料袋 将能用上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这下宋维一不跟他客气 低着头处理自己的伤口 话说你躲在制衣公司门口干嘛 好歹在里面大厅等人吧 顾景臣在旁边递工具 一边跟宋维一瞎扯 你管我 宋维一警惕性未减 将双氧水涂在伤口上 顿时一阵火辣辣的头 说话的时候不由得带了几分怨念 这不是关心你吗 你若是找里面的人的话 没准我还能帮得上你呢 这话一出 宋维一的眼睛顿时亮了 他可以帮忙 你那是什么眼神 顾景臣心里咯噔一声 哦 没什么 话说你是制衣科技的员工嘛 你怎么不用上班 顾景臣随便找了个借口 出去办事 哦 办事可以四处溜达啊 你老板不说你 话说你老板人如何 好相处嘛 凶嘛 事关裴一白 宋维一无比慎重 能找到制衣科技的一个人引荐 就再好不过了 你这么好奇我们老板干嘛 顾景臣满脸疑惑 他可不认识这个小丫头 找他有事 很重要的是啊 孙维一是个话老子 憋着裴一白在制衣科技遇到的委屈 他不敢对别人说 难得遇到一个制衣科技的内部人员 孙维一忍不住大吐苦水 如果我要收买你们老板的话 用什么收买比较好 首先别告诉我用钱啊 他开公司的 我是学生 没钱的 孙维一认为 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他必须要全面了解了对手 才有可能挽回这个境况 为什么要收买他 因为是关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啊 你们这些公司光会打压在这里工作的员工 人家无端端的背叛了死刑 对于你们来说 也不过是重新找一名新员工的事而已 言及此处 孙维一的声音渐渐消失 捧着奶茶发呆 大概裴一白在制衣科技担任的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比起他的上司 更是无足轻重 他的老板会插手这种小事吗 他突然不确定了 你说说什么生死存亡吧 我怎么有点听不懂 顾锦诚苦笑 不是听不懂 是越听越糊涂了 我一个很重要的人 在制衣科技工作 被上司陷害 丢掉工作了 所以 你想要挽回 顾锦诚几乎瞬间猜到了宋维一的心思 对于宋维一的举动 他眸光流转 指示着他 那他人呢 知道你为了挽回他的工作做的努力吗 宋维一摇头 他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备陪一白之道 是个男人 你怎么知道 宋维一惊奇地问 这个人 猜得一个比一个准 真叫人意外 顾锦诚不打反笑 因为男人才了解男人 这种求人的事情 一般有点自尊心的男人 也不会出面 但自己不出面 却让别人帮忙 这让顾锦诚对于女孩 那个重要的人生出一种不好的感觉 是个男人 受了委屈 被人污蔑 就自己直接来找他 让自己的女人帮忙算什么事 那你的老板 人怎样 会不会愿意插手这种事啊 看着丫头这么积极地为那个人求情帮忙 也可以猜测那个人对他的重要性 应该是他喜欢的人吧 否则 怎么会如此 心里突然有些烦闷 面对人美如花年孩 顾锦诚突然冷下脸 这个我不确定 但是我们老板喜欢古董 宋维一听到古董两个字 就知道这是突破口了 但知道突破口的他 却比不知道更难受 他哪里弄来古董啊 古董 那可比钱更难弄到 能被称为古董的东西 哪个不是价值千金的 普通的 作为收藏家根本看不上 而现在的情况是 他连个破碗都没有 你住哪里 我送你回去吧 我叫顾锦诚 顾锦诚故意当看不到他的愁眉苦脸 宋维一是拒绝的 但是这一次顾锦诚的态度却坚决了许多 不得已他只好上了顾锦诚的车 回到家门口刚下车 却见外面站着一个白色衬衫的男子 认真一看 发觉竟然是傅修艳 坐在驾驶位上的顾锦诚也看到了对方 目光颇为挑剔的在傅修艳身上划过 损失的意味十足 唯一 你去哪里了 给你打电话怎么没接 傅修艳掐掉烟蒂 朝着宋维一走了过来 宋维一给他比了个一会儿再说话的动作 扭头跟顾锦诚道谢 我到了 谢谢你啊 你回去的时候小心开车 再见 顾锦诚听到他乐颠颠的道别 气不禁打一出来 这么大老远地跑了一趟 连请他上去喝杯水都没有 真是势力的家伙 又见宋维一已经跟那个男人会合 叽叽喳喳地讲话了 心里不免酸 得了 人家眼里心里全都是情郎 你一个被当成人口贩子的人 还想去人家那里喝水 脑子嗅痘了吧 车子被发动 家大邀门 猛地一溜烟从他们的旁边经过 刚才那人是谁 有点面生 宋维一摇头 直到是一个朋友 不予跟赴修艳多说赔一白的事情 后又想起 既然赔一白的事情 傅齐山已经知道了 那大概傅家的人全都知道了吧 宋维一突然觉得心塞 便问傅修艳 大哥怎么来找我了 有什么事吗 跟日理万计的容景安差不多 傅修艳也不经常在傅家 不过宋维一跟她的感情还算过得去 虽然傅修艳不见得很照顾自己 却也比傅齐山的欺负要好得多 甚至偶尔还为她说过话 嗯 也没什么事 爸爸就快生日了 打算商量一下怎么办生日的问题 你也知道这一次她的生日 势必会比之前隆重 宋维一点头 所以 所以 傅修艳是来接她回家吃饭的 回傅家 宋维一顿时就犹豫了 那个地方 对于她来说就像火坑 没必要了吧 爸爸和阿姨怎么打算就怎么办好了 我又没有什么意见 再说我现在是出嫁女 傅修艳扯了扯嘴角轻笑 出嫁你也是爸爸的女儿 你也有说话的权利 但是说了没人听那 宋维一心里补充道 那 今晚除了自家人之外 还有别人吗 该不会又有圣老或者什么老吧 没有 只有我们 尽管傅修艳已经做了保证 宋维一还是不太相信 好不容易在傅家解脱了几天 这一次 肯定又是鸿门宴 尤其是傅修艳说 爸爸只让她一个人回去 意思是不承认裴一白的身份了 大哥 我知道了 时间还早 我有点累了 回去睡觉之后再回家 你先回去吧 今晚我一定会回去的 她拒绝了傅修艳接她回去的好意 宋维一眼底的防备如此明显 傅修艳不至于看不出来 但也没有勉强她 等她离开 宋维一才一拳一拐地上了楼 嘟嘟嘟 裴一白的手机嘟嘟作响 宋维一三个字意外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这个搅乱她心思的名字 裴一白此刻竟然不想接听 那种别扭 从早上宋维一给她一个吻之后 就持续存在并发酵 响铃声持续了一分钟那边也没有接听 宋维一放弃了 不知道现在裴一白在忙什么 那么重要的电话 竟然也不听 眼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她缩在家里本想故意忽略附嫁的事情 没想到容锦恩亲自给她打了电话 爸爸接电话的时候 宋维一捏巴巴地叫了一句 她是没有想到容锦恩竟然会亲自给她打电话 这不亚于跟她低头一般 只不过她连裴一白的身份都不承认 又怎么会是低头 容锦恩在那边哼笑 原来还知道我是你爸爸啊 连回个家都要我给你三请四请的 是不是需要我派一辆家常灵侃 你才愿意高抬跪脚上车 火药卫生浓 都快咬阳急到远在电话这边的她了 宋维一哆嗦了几下 摇头否认 听到她像以前一样恭敬的言语 容锦恩的脸色总算好了点 那就快点给我回来 你就是上了天 也还是我的女儿 我身为父亲都叫不动你了 宋维一说哪敢 挂了电话 灰溜溜地换了衣服回家 她想赔一白连个电话都没接 又有些担心 难道是出什么事了 这样一来 心里不免又七上八下 更加不想回父家了 这一次 倒是相府秀燕说的那般 只有他们自家人 还傻愣在门口干嘛 容锦恩冷冷看了小女儿 一眼 没好气地呵斥 她的不高兴 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现在了脸上 当然 没有看到裴一白的身影 让容锦恩多少还是有点满意的 若是宋维一不听话 非要带裴一白过来 这饭也不用吃 气都被他们气死了 哦 是的 爸爸 宋维一低着头 慢吞吞地走了进来 父家依旧金碧辉煌 跟她那天晚上离开的时候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但却让她生出一种陌生的感觉来了 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 内心里宋维一很清楚自己的地位 她不是傅家人 却从没像此刻这般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与傅家的格格不入 在自己家里微微缩缩的干嘛 还不过来坐下 容锦恩出声打断宋维一的发呆 我去给张嫂帮忙吧 宋维一还真的不想跟她坐下 你是家里的庸人嘛 什么时候需要你去做饭了 宋维一承受着容锦恩快要吃人的目光 只好移动到沙发上坐下 她不知道爸爸会说什么 但是却打定主意 不管她如何逼迫 她都不会屈服 如容锦恩所说 坐下之后 宋维一保持沉默 一点也没有打算开口的样子 这一幕 差点把容锦恩气得吐血 这还是她那听话的女儿嘛 竟敢藐视她的权威 这种反常的乖巧 早就暴露了她的不乖 她想到那个裴衣白便咬牙切齿 绝对是她给唯一灌输了什么该死的念头 以至于她该公然跟她唱反调了 离婚 不管怎么的也要离婚 两妇女保持着诡异的沉默 谁也不先低头 直到房间里的父子宁出来 咦 唯一回来了 怎么不说一声 父子宁满脸带笑 有远及近 款款走来 她惊天难得的穿了一件旗袍 显得年轻 却身断玲珑 已经年过五十的父子宁保养得极好 加上她长得也漂亮 看起来不过是三十出头的样子 孙维一正了一下 刚才第一眼看到父子宁的时候 她有种看到自己母亲的错觉 印象里 妈妈最喜欢的便是旗袍 还告诉她你孩子就要穿这样精致纯粹的东西 可是 孙维一一次也没有穿过 怎么了 发什么呆呢 父子宁已经走到了孙维一的面前 一阵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 孙维一立马一开始线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没见过阿姨穿旗袍 乍一见了 有些惊叹呢 真漂亮 这是恭维 也多少带了真心的意思 好话谁不爱听 父子宁的手摸了摸头上精致的发簪 笑得异常和蔼 你这丫头 几天不见倒是嘴甜了不少 孙维一正要深思这句话的含义 父子宁的手已经越过两人间的距离 落在她的肩膀上 孙维一半想没反应过来 尤其是面前的父子宁 用堪彼此母般的目光看着自己的眼神 她只觉得浑身鸡皮疙瘩 反常 太反常了 阿姨 孙维一轻轻叫唤 父子宁的手已经爱连地由孙维一的肩膀移到她的脸上 那一刻 孙维一感觉仿佛毒蛇在朝着自己吐蛇性子 不动声色间麻痹了自己 然后才一口咬过来 几天不见 认真一看 维一竟然瘦了 好不容易养了一点肉 你看着脸 腊黄腊黄的 孙维一终于明白了父子宁反常的原因 因为这话一出之后 容锦安就被触及到了火气 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哈 瘦了 我看她乐在其中呢 否则能嫁给一个屁本时都没有的男人 容锦安对裴一白的偏见不是一时半会了 但孙维一听到她用如此粗俗不堪的语言形容裴一白 仍然很不高兴 爸爸 你别这样说 你还有质疑父亲说话的权利了 谁给你的 容锦安如被点着的炮仗 瞬间朝着孙维一发难 别以为你不说 就没人知道 裴一白不是丢工作了吗 她这会儿不是手忙脚乱四处奔窜了吗 哈 我又没有批本事来形容 还形容错了 孙维一不畏惧地抬高下巴 大声为裴一白辩驳 那是因为她优秀 才承受了一些不该承受的压力 明明是别人陷害 又不是她的问题 若不是她没本事 不是小小的员工 而自己是老板 你觉得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润嘴皮子 孙维一自然不见得是容锦安的对手 这一句话 直接堵住了孙维一的后路 还优秀 也就只有你才会认为这样的男人优秀 简直是丢人现眼 被人传出去我容锦安的女婿 别说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了 连一份体面的工作都没有 还不知道怎么嘲笑我呢 所以 她考虑的 只是被不被人嘲笑 至于女儿的幸福 她丝毫不在乎的 孙维一看着自己近在眼前的父亲 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一般 流逝到不胜分毫 爸爸 你还记得 十一年前 你接我回复嫁的时候 怎么跟我妈妈说的嘛 孙维一抬头 凝视着自己的父亲 或许 她已经不记得了 又或许 她那个时候 只不过随口说一说的 为了让母亲安心地走完这一生 免得落得个死不瞑目的地步 毕竟 他们也曾经是恋人啊 她或许心肠没有那么硬 看着僵死的人难受 她不记得了 可孙维一却记得清清楚楚 那么可怕的医院 安静 自闭 恐怖 妈妈的病床上 还有红艳艳的血迹 她的手抓着自己 另一只手却被荣锦安握着 孙维一清晰地听到 自己父亲跟妈妈沉默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维一 我会让她受委屈 会让她快乐长大的 这样的承诺一出口 就了了妈妈的心事了 以至于 她还来不及跟妈妈道别 她就撒手而去 思绪渐渐从回忆抽离 孙维一看到父亲 真正凝视自己的目光 这些年 我很感谢爸爸 当初把我接回父家 也很感谢阿姨 愿意接纳我 我知道裴一百的身份 不被爸爸喜欢 所以爸爸害怕 因为裴一百被人嘲笑 是正常的 尽管安慰自己不哭 鼻子却还是酸涩的厉害 孙维一苦笑 感情是控制不住 从父子您今天的出场方式 就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到现在自己再度提起 思念更是如潮水般涌来 可是 除开裴一百 又有谁能给我幸福呢 女儿要求的东西不多 不求大富大贵 不求谨一御实 只求一份真心和一份安稳罢了 你 容锦安脸色铁青 发出一个你之后 却没有再说什么 孙维一见好就收 低着头匆匆说了一句 我去个洗手间 关上门 孙维一将自己锁在洗手间里 外面传来容锦安和 父子您滴滴说话的声音 因为距离远 不是很清楚 估计父子您再游睡爸爸吧 毕竟一千万是那么大的一笔钱 父子您喜欢是正常的 发着呆 手机突然嘟嘟作响 瞪着屏幕上陪一百三个字 孙维一有些赌气的响不接了 刚才他打了那么久也不回他的电话 他干脆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然而这个念头刚刚迸发 孙维一自己先反悔了 忙不叮地点了接听 只不过故意绷紧脸 显示自己的不高兴 有什么事吗 一副书里的语气 你不在家 什么时候回来 每天回去 家里都是开着灯的 他一个人在家里等他 但今天回来 家里黑压压的一片 冷气又安静 突然不习惯了起来 便打电话问问 哦 我回我爸爸这边了 孙维一板着脸继续回答 他给裴一百这般表现 将出文给了他 竟然没点反应 回傅家 裴一百不免皱眉 他明知道傅家是火坑 还回去 阿姨叫我吃饭了 先不跟你说话了 等了半小 孙维一没听到他的声音 心里失望不已 今晚回来嘛 挂断电话前 陪一百平静地问 孙维一 不回 这一次鸿门宴 比孙维一想象中的安静一些 因为容锦安朝着他发难的次数 比之前少了那么一点 所以晚餐有惊无险地吃完了 孙维一知道 这是因为他搬出了已逝的妈妈 否则肯定是换一副场景 所以 也像是这么回事般的 围着容锦安生日宴 如何搬这话题开展 等商量完这些事项 已经快十点了 孙维一打了几个喝钱 有点困 那就这样吧 不早了 你们要睡觉的话 各自回房间吧 孙维一的科室 从一下子跑光 终于解释了 他不由的庆幸 睁开眼战了起来 那爸爸 我先回去了 孙维一在旁边充当的 就是路人甲的角色 根本没有机会发言 早就恨不得离开了 容锦安仲梅 回哪里 没看到已经要十点了吗 孙维一就不信 他不知道他要回哪里 他小声说回裴一白那里 容锦安那好不容易 好看一些的脸色 又沉了下来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可以的 爸爸放心吧 说着 孙维一转身 恨不得能装上翅膀 立刻飞回去 给我站住 容锦安抱喝一声 声音之大 吓得宋维一心里哆嗦了一下 这反应跟那天 刚知道他跟裴一白 结婚的时候相似啊 只不过 孙维一想不清 容锦安这般生气的原因 爸爸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孙维一没有坚持跟他唱反调 因为现在是在副家 他没那本事唱 让你给我乖乖呆着 听不到 可是我不回去的话 裴一白会担心的 孙维一就怕他强心留人 哦 是吗 为什么这么久了 裴一白既然担心你 为什么连个电话都没有给你 在洗手间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了 孙维一委屈的解释 只不过容锦安并不接受 他白手 别解释了 当你爸爸我很好骗 十点钟外面连个出租车都打不到 你别想一个人回去 可是 孙维一不甘心 谁说打不到车了 别那么多 可是 你李叔叔都已经下班了 明天回去又怎样 唯一 你硬要跟我唱反调 小心我收回 跟你的那了一个星期的约定 收回约定 孙维一顿时整个人清醒了过来 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 怎么舍得放弃 只需要再坚持两天 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了 清醒过来之后 他自然不再试图做无用功 爸爸 您别生气 我只是有点担心赔一白而已 我这就给他电话 告诉他今晚不回家了 孙维一换了一张笑脸 虽然笑得不是很发自内心 容锦安丽也不理孙维一 背过身直接给了他一个背影 回了房间 傅修艳不知何时出现在客厅 嘴角带着微笑 唯一 这个时候 你乖乖听爸爸的话吧 别惹怒了他 我知道了 大哥 直到客厅里只剩下自己 宋维一的浑身才松懈下来 搭拉着脑袋 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没想到跟裴一白的笑谈 竟然一语成衬 真的不回家 心塞到不行 十点多了 他在干嘛 吃过饭 洗完澡了吧 或许又埋头于工作 他真搞不明白 他怎么会那么忙 就算是要伪装 也不见得需要天天将工作带回家吧 就不怕他因此而更加疑惑 好吧 我欠了你了 不过问一下 我就不放心 宋维一嘴里咕咕浓浓 拿出手机 看着他的名字许久 宋维一才拨电话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但他是真的想他了 明明早上才见过啊 本以为裴一百的声音能缓解一下自己的相思 却不曾想到 裴一百竟然没有接电话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这个答案 叫宋维一泄气不已 关机 他竟然关机 一夜没睡好的结果 便是顶着大大的黑眼圈起床 接触到房间内的摆设 宋维一才猛地回过神 这是副家 而不是他跟裴一百的小家 手机安安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昨晚到现在都没有想过 宋维一撇了撇嘴 裴一百好狠心 竟然一个电话也不给他打 他清醒过来 跑到浴室洗了把脸 维一起床了 那么早 下楼 父子宁颇为惊诧 那刚好 一起吃早餐吧 你爸爸也在 他还要去上班呢 宋维一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父子宁拉到了餐厅 容锦安看到他 抬了抬眼皮子 便是对宋维一的反应 还有零花钱嘛 宋维一以为自己听错了 却见容锦安板着脸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确实是爸爸问的无疑 爸爸问我 他好生不敢相信 这里除了你 还有谁 宋维一扭头 发觉刚才一起进来的父子宁不知何时又离开了餐厅 现在就剩下他跟容锦安 一会儿我给你转五万过去 容锦安擦了擦嘴 从座位上起身 刚才宋维一若是惊讶的话 那再听到后面这一句 他就完全不敢置信了 爸爸 容锦安狼眼扫了过来 怎么 鲜少 这可是宋维一差不多三个月的零花钱 看清容锦安眼底的怒意 宋维一忙摇头否认 我不是这个意思爸爸 但是我不缺钱 你也不用给我转钱 这点骨气 他还是有的 否则付其山给他钱的时候 他都可以直接收下来了 呵呵 不缺钱 容锦安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 原本就要离开的脚步 也停了下来 甚至反常地走了回来 直接停在宋维一面前 一把扯住他的手 宋维一瞠目结舌地看着他 因为容锦安动作虽大 却没有弄痛他 他并没有出言说什么 便默默忍着 却不曾想 容锦安抬起他的手示意他 这东西 这东西 值一千还是两千 赔一百给你买的 别说钻石 连个像样的宝石都没有 你告诉我你不缺钱 宋维一闪电般缩回自己的手 被容锦安嫌弃的搏金戒指针 带在他的无名指上 这要反驳 容锦安却直接大步离去 维一 今天阿姨约了美容师 你在家刚好 一起做美容吧 父子宁叫住宋维一 这一点宋维一是知道的 父子宁对生活有着很高的要求 对于自己的脸更是如此 约美容师 那是定期的事情 只不过以前他可没有这个待遇 今天却主动挽留 父子宁微微一笑 你爸爸的要求 爸爸 宋维一皱了皱眉 我去上班了 正说着 傅修燕从楼梯上下来 目光瞥了宋维一一眼 带着一丝安抚 这个家里唯一给予温暖的 也就是这个大哥了 宋维一点点头 大哥路上小心 还没吃早餐呢 父子宁看到爱子 忍不住抱怨 注意力从宋维一身上 转移到傅修燕身上 不对 先走了 妈 傅修燕走后 宋维一还是没有找到脱身的方法 因为傅子宁拉着他去看衣服 这样 从上午晃到下午 宋维一越等 心越烦躁 他三番两次提出 自己该回去了 傅子宁就找了借口反驳的 他无法可说 宋维一被下面古怪的气氛 逼得喘不过气 便找了个理由回房间 明天就是出结果的日子 他可不想中途出什么纰漏 回到房间 宋维一越想越不对劲 跑到二楼的阳台 发现家里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警卫 什么时候的事情 如果说傅子宁的反常 只是让宋维一起疑 那看到警卫的那一刻 宋维一是彻底的警惕了 这太不正常了 从昨天晚上的挽留 到今天的林花 再到傅子宁的邀请 一切的一切都透露着诡异 是诸反常必有妖 宋维一坚信这个礼 他莫不作声地叫门反锁 然后开始伺自己的床单 半个小时后 傅琪山敲门 宋维一 张嫂熬的糖水好了 出来喝吧 里面没有任何声音 安静过分 傅琪山狐一地盯着房间门 加重手上的力道 在门板上使劲地锤打了几下 宋维一 你锁着门干嘛 下去喝糖水 再不开门 我踢门了 你听到没有 月说 听着一点动静都没有的房间 傅琪山的心就越亮 他转身 匆匆跑下楼 问傅琪要了宋维一房间的钥匙 进去一看 里面空荡荡的没人 唯有窗户打开 一条没有到底的油床单和被单组成的绳子悬在半空 妈 宋维一跑了 怎么办 他跑了 请客间 傅琪的尖叫声响车夫家的宅子 等傅琪上来看到的只有自己情绪失控的女儿 宋维一跑了 他把床单被套剪掉偷偷跑了 怎么办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宋维一怎么可以跑掉 妈 盛政国会吃人的 我不要嫁给他 我不要 父子宁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已气得浑身发抖 手里的碗被他怒摔到地上 宋维一 竟然敢把我反江义军 他休想 宋维一从家里偷偷下来之后 脚步小心扭了一下 原本就受伤 现在更是伤痕累累了 可恨的是手机没电了 连给裴一百打个电话都不行 他也顾不得别的 叫了车直接回家 这是必须要跟裴一百说 实在是太奇怪了 宋维一想不清楚 附家的人这么反常的原因 他怀着美好的想法 回他跟裴一百的家 却在门口看到了几个黑衣人 守着他和裴一百 那个小小的家门 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本要踏出电梯的脚步 看着这一幕 猛地收了回来 几个牛高马大的黑衣人 他不认识 又戴着黑色墨镜 看得宋维一心里打鼓 这是谁 黑社会 裴一百得罪了人 第一反应 宋维一是这般想的 跟拍电视一般 宋维一知道是意外 却没想到 家门突然开了 里面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若只是别人 或者陪一百朋友的声音 也就算了 可那声音 却是来自于宋维一的亲生父亲 容锦安的 爸爸这个时候 不是该在附家的公司上班吗 为什么他却出现在他的家里 尤其是 爸爸此刻在咆哮 声音大的几乎 整个楼层都听得见 宋维一皱着眉 怕旁边的住户起投诉 正要去劝自己的父亲 却没想到 恼怒的容锦安 对着黑衣人吩咐 砸 给我狠狠地砸 把这该死的东西 全都砸掉 宋维一瞳孔原睁 顿时怒急 什么 爸爸要砸掉他家的东西 他冲出来 就要扑过去 没想到裴一百的声音 不紧不慢地 从里面传了出来 你若是敢砸了这里 那么今晚你付嫁的一切 也会被毁得干干净净净 不信的话 尽管拭目以待 事情要从裴一百 接到母亲的 岳阳电话开始说起 裴太太现在 可以算得上 是事实顺心 家庭幸福 儿女懂事 丈夫体贴 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 唯一让他烦心的 还是大儿子的婚事 在裴一百年过二十五的时候 他就张罗着给他介绍 没想到人家不乐意 到了裴一百二十八 裴太太便称呼 儿子为圣男 裴一百不介意 到了今年 裴一百三十了 裴太太对他嫌弃到不行 直接叫儿子老光灌 不过今年比往年好点的是 儿子愿意接受他的意见 跟他介绍的人相亲 然而在苏月秦那里传来的答复来看 情况不容乐观 裴太太是这么劝说自己的儿子的 儿子啊 妈妈是绝对尊重你的个人自由的 如果你有喜欢的女孩子 并且条件也相当的话 你可以带她给我看 不过也是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年纪不能太小 听到这里 裴一百已经猜测宋维一的事情 可能已经传到裴太太的耳中了 你的性格 妈妈对你是放一百二十个心的 我知道 男人嘛 都喜欢嫩一点的 年纪小一点的女孩 这一点无可厚非 只不过 身为裴家的儿媳 是没有权力光围着丈夫撒娇的 第一点 她必须成熟 稳重 十大体 你好歹找一个二十五岁以上的 性格稳重的女孩子 我也就放心了 至于二十岁出头的 太小 性格还没定 再说了 跟你相差太大 有代沟 到时候有些问题无法沟通 你明白吗的意思吧 裴一百沉默不语 别的不说 她跟宋维一的代沟问题 她倒不是第一次说 还记得她那个什么朋友 也在耳边大喊说他们插三条沟 裴太太现在事事顺心 唯一紧张的便是娶儿媳 抱孙子 因而对这是格外上心 作为儿子的裴一百 生了解自己母亲的性格 在裴太太在电话里 而提面命超过十分钟的时候 就以自己工作还忙为由 挂掉了电话 而裴太太也深知自己儿子的性格 肯定是嫌弃她太唠叨 不愿意听 远在国外度假的她不能离开非回来 于是便想到了另一个人 那就是裴一百的弟弟 裴一婷 没多久 裴一百的公司多了一个小跟屁虫 裴一婷今年才十岁 是个年人却又霸道的年纪 大哥 别工作了 听说郊外开了加码厂 你带我去骑马吧 期末考多少分 裴一百这话一出口 裴一婷立马进了生 考试成绩是她的死穴 这一招百是百灵 要么你乖乖到沙发上看书 要么叫老张送你回家 裴一百扫了弟弟一眼 后来裴一婷选择了先在沙发上看书 后年再她回家 裴一婷 你自己回去 我有点事 最近不回家 为什么不回家 难道是交了你朋友 裴一婷眼珠子转了转 请客间想到这个可能 哪来那么多问题 快点回去 下周一开始家庭教师会去给你上课 你给我安分一点 裴一百直到亲眼看着弟弟上了车 才放松警惕 打了个车回到住的地方 在家门口看到来势汹汹 并且明显没带善意的容锦安 裴一百有一瞬间的惊讶 但惊叉之色 只在他的眼眸出现了片刻 您怎么来了 请进 像是没看到门口的黑衣护卫一般 裴一百面色如常地给容锦安开了门 容锦安穿着昂贵的西装 面色阴沉地踏入了这个地方 在裴一百问他喝什么的时候 容锦安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不用 我什么都不喝 我今天来的原因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裴一百和何清笑 特地挑了宋维一不在的时候来 是刻意 还是不小心 抱歉 我并不清楚 这句话 让容锦安本就阴沉的脸色更难看了 但他没有爆发 只是冷笑 指着裴一百 你要装到什么时候 你明知道我不会同意你跟唯一的婚事 你还打算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 裴一百双手赋予身后 淡淡一笑 结婚是我跟唯一的事情 跟您说 是出于对您的尊重 而不是对您的畏惧 如果宋维一不想跟我结婚 要跟我离婚 只需要他一句话 我自然会配合到底 发现 小时候 介绍 随意 大